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s核心设计讲座 在我们这次的讲座,我们的主题是探讨Linus核心的CPU排程器 就在我们这边讲排程器呢 广义来讲在Linus核心其实包含很多部分 不是只有CPU,其实包含说像IO,网路 甚至是图形,硬体图形加速的开发框架 其实这些都会有排程器 那不过我们这边的排程器是以这个一般最常见的CPU 或者是说形成的排程器 就所谓的CPU Schedule或是Process Schedule 那这个讲座也是我希望大家在探讨Linus核心的时候 务必要非常清楚的题材 因为在这个题材来讲话呢 你相当是把很多不同的面向都统子在里面 那过去大家在学习像做一种概念啊 或者说在一些比较概括性的素材的时候 就是像计算机概论这种素材的时候 往往的Schedule你可能只是知道说我要跳出下一个任务 但是在Linus核心这样一个发展超过30年的专业 做一种核心中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Schedule 其实它的面向非常广 然后这边的话要考虑什么议题呢 例如说呢当这个应用规模扩展的时候 好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应用规模扩展 你想想看你现在的这个处理器有多少核 在你平常用的电脑可能是四核啦八核这是常见的 但是请你留意到你很快就可能会看到像这种 画面中这种很多个CPU的 如果这个资讯不够清楚的话 我们用别的方式来展现 比方说像我这边列出一台 注意到它也不是多好的机器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台机上呢 有效的CPU呢 其实是有224核 注意到这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机器 其实这台机器的价格不能算高了 那这也是算一个比较旧的机器 当然人家想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需要处理这么多处理器的时候 那这排程器的设计呢 需不需要做必要的调整 而且呢我们可以思考 在列出核心发展这30年 刚好见证整个电脑系统架构 电脑系统的这种运算模式的巨大变更 那这个变更的时候呢 从最初呢只是一个个人电脑 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会有各式各样的伺服器啦 资料中心 超级电脑 火星探测号 潜入式系统 以及即时系统 也许你知道就是SpaceX所用的火箭 以及这些载人的飞船 就是像这个飞龙号 那飞龙号呢 它其实里面也是内建Linus核心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机器处理 而我们Linus核心设计讲座里面呢 有一个部分就是探讨即时系统 那此次呢 我希望带着大家去看 就是过程中呢 要去思考议题 一开始的确只是挑选出下一个可执行的这个任务啦 或是 这边讲的任务就是 广义来讲像行程啊 或是进去都是属于这个 在Linus核心来讲都算是 任务 然后 这是 最基本的 也就是说挑选下一个任务是最基本的任务 接下来就要考虑到像这种 公平 注意到我们这边讲的公平呢 尤其在这个汉语里面 很多人都会对公平会有这个 你知道吧 就是 不是那么合理的这个解释 就是通常我们讲到公平的时候 就是讲到考试啦 你平常也没在想什么公平 其实通常我们平常在对话的时候 就是除非自己吃亏才不讲公平 所以最好尤其在台湾人 我们讲公平的时候都是 意思说自己吃亏 所以就说不公平 然后等你考上 考上台大之工啦 考上台大电机的时候呢 然后你再回顾说 我觉得联考制度很公平啊 为什么要弄学策呢 对不对 因为你是既得利者嘛 对不对 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在讲的公平 就是讲这个意思 但是这边讲公平呢 请你回去查字典 去查这个English English Dictionary 用英语去解释 然后去看它这个对应的文艺 然后 当我们在谈起排成器的时候呢 我们讲的公平就不是只是 谁吃不吃亏而已 这么单纯的事情 因为我刚才提到 台湾人讲公平通常都是自己吃亏 或者说自己 自己获得一些好处 然后 然后 然后只是去表达这样的一个状态啦 所以 所以有时候呢 只是 你可以 台湾人讲不公平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换得不满意 那台湾人讲公平的时候 把它换得满意 其实完全是吧 完全是 完全是 inter-exchangeable 就是可互换的 但是呢 我们这边讲排成器的公平呢 其实要考虑到像这个 多核处理器 然后执行时间 以及任务的类型 显然有些任务呢 它是属于那种IoBound的 就是说 它的执行过程中呢 其实它真正需要做运算的时候不多 它更多时候 它就要等待这些 这种Io事件完成 然后也有任务呢 它本质上呢 它是属于那种CPUBound的 也就是说 几乎没什么Io 但是它需要非常多的 CPU的运算资源 好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列入考 列入公平的考量之一 所以特别请各位要留意到这件事 好 然后 所以如果要设计一个排成器呢 它务必呢 用站在一种 上帝视角的方式去看待 看待整个系统 好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要考虑到这种 反应 反应互动时间 这边我们讲的是这个 这个反应时间 在汉语里面很多意思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这种 就是 Interactiveness Activeness 好 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是说 我今天一个 比方说我跟你说话 那 我说话了 但是你迟迟不给我回应 或是迟迟呢 你可能没有做什么动作 不管是点头啦 或是 反驳我 这都是互动 但是呢 如果总是说话 你过了很久才回 或者说呢 你过了很久之后呢 才说 我刚才听不懂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那这样的对话呢 这样的沟通呢 其实就很没有效率 那同样 排成器也要考虑到这种事情 就是排成器会面对 很多不同的需求 面对那种需求的时候呢 当有一个任务提出 他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去执行 但是系统往往在更慢的时间 或者说呢 系统不是不回应 只是说这个回应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是 没办法说 去克服刚刚讲的这种延迟啦 或者说 总是会有 别的任务差进来 成为什么 托慢 原本指定任务的执行 那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列入要考虑议题 然后这个议题呢 很复杂 但是也值得我们深入来探讨 此外 就像刚才提到的 在多核处理器呢 其实必须考虑到非常多议题 在 Linux核心设计讲座里面呢 我们有专门 两个讲座 在探讨多核处理器 那不过这里呢 我们就是讲一个更 高阶的方式去探讨 那详细的地方请你参考 Linux核心设计其他的讲座 那在 涉及到排成的时候呢 多核处理器我们至少 要能够处理像这个 负载平衡 那当然也有跟负载平衡颠倒的事情 就是说呢 我们除了让每个CPU都有失做以外呢 我们会希望说 有时候我们可以让任务固定在特定的CPU上 所以这两件事呢 其实是颠倒的 对吧 一个是平衡 对吧 负载平衡给我们有八个CPU 那我们就要把负载 尽可能让这个八个CPU都有机会执行到 刚才讲的一个任务 然后 但是呢 有时候呢 考虑到这个任务搬迁 任务移动 其实有成本 那我们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希望它固定在特定的CPU上 此外 电源管理 乍听之下 好像跟排行器无关 但是 我们要思考一个议题 现代的处理器 不管你是你的桌上的电脑 你的平板电脑 你的手机 你的电视 这些 装置中 他们都具备 一定能力的电源管理 我们今天讲的电源管理 就不是只是休眠而已 我们考虑到像降频 考虑到就是 甚至可以动态的关闭CPU 对 你没有听错 在现代处理器 有很多都具备这种 动态关闭CPU的能力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像我刚才看到 像这个列表 你可以看到说 有效的CPU是224核 但是 有可能随着执行的推进 导致某些CPU会被关闭 那这对排行器来讲 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 就是CPU都会被关闭了 那我要怎么去分配任务 然后再来是说呢 既然可以关闭 也可以动态的开启 好 那你会发现说 那我一开始呢 可能只用一半的CPU 或是更少CPU 后来发现我的任务呢 负载越来越大 我的这个任务的难度 越来越高 所以我需要启动更多的CPU 或是把CPU时迈 拉高 那这个时候呢 姑且不论 这个硬体机制怎么做 但是这对排能机来讲 要想的 一体都不同了 对吧 就像自体公司一样 你一开始只有10个人 那后来呢 你获得这个资本的注入 或者有人来投资你 或者说 甚至是 在业务上 随着业务上成长 公司变大 那这些事情呢 都让整个排程变得非常困难 就是你必须 既然请人做事 那就是要让人有 合理的工作可以做 不能说把工作 都集中在原本那几个人 对吧 一开始公司 如果是小公司的时候 工作固定集中在某几个人 大的工作集中在某几个人 也可能会发生 但是呢 今天公司呢 扩展可能更大的规模的时候呢 就不能这样的 对吧 不然这些人可能会走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也让你的公司还没有竞争力 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呢 做事永远就只有那几个人在做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电源管理呢 其实跟排程性是息息相关 非常 而且呢 这也是现代Linus核心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那此外呢 刚才提到这个即时处理 然后我们这次呢 是讲即时处理的排程的面向 那当然在我们这个Linus核心设计讲座里面 还会在探讨 即时处理的更广泛的面向 那你也可以交叉对照 好 那我们在讲座里面呢 我们就希望来探讨目前Linus核心预设的排程器叫做CFS 就是他就讲究刚才讲的Fair 讲究公平 那此外呢 我们也会探讨一些比较后面加进来的机制 例如说有一个排程器呢 称为叫做Day Night Schedule 再来从Linus核心5.0开始 加入一个很有趣的机制 我们称为叫ES Energy Aware Scheduling 也就是说排程的时候呢 我们会考虑到能源的开销 这点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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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就是像刚才提到 这不只是 进阶的电源管理 甚至帮助说呢 你需要能够去预测 注意到预测 预测这个任务执行 那你会好奇说 这个预测任务执行呢 该不会用到Machine Learning 没错 如果你用Google 我自己找给你看 就是说你用这几个关键译去找 Machine Learning Low Balancing Linus Kernel 然后你发现说呢 其实你已经找到好几篇论文了 而且这种论文呢 其实在2020年啊 然后2012年啊 反正这种论文出现好几次啊 你可以把某些关键译字拿掉 然后就出现更多次啊 然后说Machine Learning 再加Linus Kernel 那其实 再加一个什么 Scheduling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有好几篇 那现在可以看到说 相对早的论文呢 是在2005年 就是去说 如何去运用Machine Learning的技巧 去改进Linus Kernel的排程 然后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是呢 尽管这篇论文呢 是2005年出来的 但是这篇论文呢 一直到今天呢 里面很多概念 依旧是有效的 甚至随着处理器 以及运算系统的 复杂度的提升 那其实这些机制 变得更加重要了 那你可能觉得说 这很遥远 但我必须告诉你 像Meta 也就是Facebook Google Yamashine Microsoft 他们其实这些公司 他们的 资料中心 内部的伺服器 其实或多或少 都对排程器做了一定的调整 好 那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那在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 就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概况 然后在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就拿实际的程式码 来做探讨 就是程式码 还有这个 比较进阶议题 像这种 流入探讨计 这种 ETI 来深入探讨 好 然后 那这边会涵盖几个 就是说 排程器到底排程 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再来是 这个context switch 你知道 这个词 就算你还没研读过作业系统 这个词 你可能听了很多次 但是这个context switch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以及呢 这个context switch的实作呢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什么议题 再来是 context switch的实作 它怎么演化 注意到呢 从 林斯科诺发展这30年 其实这context switch呢 中间也变了很多次 而且每一次的变动呢 往往都反映到 整个维处理器架构啦 还有说这个 甚至包含说 安全的这种议题 融入在其中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这些事情呢 就不是说 只是一个单一的面向 它是多个面向 那我们希望这次的讲座呢 也可以让你更加了解 这30年 里头 林斯科诺到底做了什么事 好 那我们从 早期的林斯科诺呢 称为叫做big on 其实这个是分类来讲 其实当初开发 并不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 在分类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 林斯科诺很早期的版本呢 称为叫做big on 也就是时间复杂度为 线性时间复杂度的 好 后来呢有一段时期呢 林斯科诺的这个排程器的时间复杂度 是常速时间复杂度 好 那听起来很厉害的 从线性变成这个 常速时间 好 然后现在用的这个 预设排程器叫CFS 那你会好奇 那如果比这个 常速时间复杂度 更优秀的东西叫什么 注意到啊 CFS 事实上它不是 常速时间复杂度 诈听事实上好像 觉得奇怪的 觉得好像退化了 但是因为呢 考虑因素不同 好 然后CFS呢 是我们现在这个 预设排程器 但是这个预设排程器呢 呃 跟你想象的预设可能不同 好 你可能预设是说啊 我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 参数 好 那我不知道带入什么时候 我预设给它 你可能认为 它预设是这样 好 但是事实上CFS呢 其实你可以认为说它是 它的确是 排程器 预设排程器 但是呢 更正确说明呢 它是一个 呃 你可以认为说它是一个 框架 在这框架上呢 其实有很多的调整空间 然后你可以去 变更 变更你这个 呃 系部的项目 甚至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排程器跟排程器之间呢 是可以切换的 好 然后此外呢 像我刚才提到的 多核处理器呢 必须要考虑到很多议题 像刚才讲的负载平衡 好 然后如果说呢 我希望 呃 某些任务固定在特定的CPU上呢 我称为叫做 CPU Isolation 然后注意到 这个CPU Isolation呢 对于 即时处理呢 非常重要 好 它是一个 其中一个 关键目标 那既然讲到 多核处理器呢 我们就其实要讲到这个 CPU Topology 好 还有这个 我们称为叫Schedule Domain 好 没关系先有 名词有概念 我们稍后还在探讨 此外 跟排程有关的这些 系统呼叫 也是我们在探讨的范畴 好 那再来是讲这个 即时 最像我们这次讲的这个 Rio Time Schedule Domain 不见得只是限定于像这个 刚才讲 SpaceX 工业控制这种 这种 这种承接需求 其实Rio Time的Schedule Domain 其实 它的应用层面比你想的那种广泛 你就想一件事 你打开YouTube的时候 或者你现在在收看这个 网络直播 那网络直播呢 绝对不是只有声音 对吧 只有声音的话叫 叫广播嘛 对吧 就是叫这个电台广播 然后我们想要看到的 合理的直播是什么 是有画面 有声音 甚至旁边一些像什么 讯息啦 那对岸的话 还有什么弹幕啊 这种东西 那你要想喔 这些 声音 影像 讯息 我们都希望它在特定时间内 都可以 都可以 成对成对的出现 对吧 你不会希望说那个声音呢 跟影像不同步 那在提前就很不舒服 然后注意到呢 为了让声音跟影像 达到同步呢 其实我们必须确保说 它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区段 时间的片段中 能够完成 那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 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即时啊 所以注意到即时呢 那并不是说你做事要非常快 而是呢 我会设定一个dayline 有一个截止 或是一个 一个 时间范畴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时间范畴 或是截止的时间完成 否则呢 你轻则呢 会觉得不舒服 影音不同步 你就觉得不舒服 这是最轻的状况 然后严重一点呢 会导致 无可挽救的问题 比方说像这个火箭啊 飞行器啊 如果说它超时了 超过指定的时间 没办法完成任务的话 比方说 没办法在指定的时间 完成这个 飞船 对 之间的脱节 或是说 太空战的这个结合 那 那下一次呢 可能这样 蓝掉就耗尽了 这完全不是我们期待 期待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 都称为它即时处理 在我们这次讲座呢 会来探讨 即时排成 好 那这个是在下半段部分 那为了要探讨这个 即时处理呢 那我会来探讨这个 所谓的Colonel Preemption 那这个地方也跟排成器有关 好 然后呢 我们重新来了解这个 所谓的排成器 这个排成器呢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 数学观念去思考 好就是说你看哦 我们的资源呢 往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思考 看我们现在的资源是什么 CPU是资源 主机体是资源 磁碟 或是这种SSD 网络 还有这种 GPU 注尺这些东西 全都是资源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 所以注意到人类欲望是 没办法用函数关系来表示的 那但是呢 人类虽然欲望无穷 但是在一个时间内能够做 想要做的事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把人类想做的事情 建立一个跟实体资源的对应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排成 所以你看哦 用数学来解释的话 很多东西变得很简洁 不是简单 是简洁 所以你想CPU排成器在做什么事 好 既然我想做的事情那么多 但是呢 我实体的资源 毕竟永远就是 有限的 好 那所以呢 我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观点 也就是说 我在一个时间内 这个任 这个我人类想做的任务 要分配到某个CPU 好 或者说在同个CPU上 我能不能让 五个想做的任务 都有办法分配上去 诶 可是CPU只有一个 想做的任务有五个 那怎么做 诶 那你可以交错 交错 对 交错去执行 比方说现在执行一 那一执行到一部分的时候 执行二 二执行到一部分的执行三 好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排成的实作 或者排成的策略 都要考虑的议题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数学函数上 好 其实呢 你要考虑的议题呢 呃 就是 对应的可以很简洁 但是要做的时候呢 必须要考虑到非常多的议题 好 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 我从 4个CPU 8个CPU 16个CPU 到刚才展示到 200多核 好 或者更多核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呢 都必须要涵盖 就是 我的 资源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做 做这运算 可不可以越来越快呢 好 注意到哈 SKPU呢 其实往往他不是人越多呢 做事就越快 对吧 读过大学的各位 应该都很清楚 对不对 你在大学的时候呢 其实一个人 一组的时候 反而是很快的 对不对 就作业叫一个人写的话呢 其实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 指定时间就可以完成 但是有趣的话 是叫两个人做的时候 叫三个人做 四个人做的时候呢 很可能这个报告呢 就东托西托的 好 好 反而呢 不会人越多呢 就越快 对吧 好 这个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分组呢 本身是还没有SKABILITY的 就是你的扩展能力不好 好 那扩展能力不好呢 有很多原因嘛 好 然后所以呢 我们势必呢 要了解 这中间的议题 这中间的议题 再来是说呢 呃 我们势必呢 会有这个所谓的 优先权的机制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优先权这个机制呢 其实它出现的时间呢 比大家想像做略晚 就像大家知道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其实 电脑 或是说电 呃 电子计算机其实就被提出来了 呃 目前呢可以追溯到1941年 1941年的那个 德国有这个Z3 Computer 那这个是很早期的电脑 1941年就完成了 那真正开始设计是在这个1935年 然后 这个是在二战时期的德国 然后英国呢 也是大约在1940年代初期 其实也有自己的电脑 那反而是美国呢 在开发电子计算是比较晚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优先权这东西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你可能觉得一有电脑就有优先权 对不对 但是不是 优先权这个机制呢 大概是在1960年代的中期 才出现的概念 那这个因为呢 更早之前的电脑 其实它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呢 其实有些机制 有些方法 可以让一台电脑 上面执行多个任务 就是透过这种交错执行的方式 或者是类似的手段 那一旦呢 可以执行多个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势必要有 这个所谓的优先权 那这个优先权呢 讲起来简单 做起来非常难 好 比方说呢 优先权高 是不是意味着呢 我占用CPU的时间 一个任务占用CPU的时间变多 对不对 听起来合理对不对 那问题呢 那有没有可能导致说 第一优先权任务 总是没办法被执行到 好 那这就是我们 这就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期待来讲 我们之所以要把系统的任务 切割成那么多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更细致 那之所以有优先权呢 就是希望呢 透过这种优先权 透过这种量化的方式呢 去指导作为系统 或者执行的单元 执行的这个环境 能够去分配资源 好 但是如果让高优先权任务 总是霸占整个系统资源 导致呢 这些低优先权任务 或者没有特别指定优先权任务 被牺牲 这也不是我们期待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什么 公平 这个CFS里面的公平 这很重要 这个 这个 就台湾要了解 这是比较困难 因为台湾的没有所谓的公平 台湾只有所谓的满意跟不满意嘛 对吧 好 然后 这边呢 既然讨论到这种公平的议题之后呢 其实呢 还要思考的东西呢 可多啦 就是 这些东西呢 都会证交的 就是说呢 你讨论多核 你考虑公平 那公平跟多核 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议题 那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就要一起讨论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在 开发的初期 我们知道Linux核心呢 是在1991年提出来 1991年提出来的时候呢 Linux核心只有 排程器只有20行 但是呢 到今天的话呢 其实已经多少行了 Linux核心5.17的时候呢 Linux核心 的排程器相关的程式码 已经超过26000行 好 然后呢 为什么Linux核心会那么复杂呢 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讲座要探讨的 好 那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Linux的CPU排程器 好 就是注意到这个正确说 它是CPU排程器 那其实 除了这个CPU排程器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排程器 存在 你我每天用 或者说在你我接触的 这个资讯世界里面的一环 例如这个Erlen Erlen呢 是用在电信领域 那最初呢 是Edison Edison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一套 程式语言 那他这套程式语言的最大的卖点 就是并行 那最大的我们 这个Linux核心设计讲座呢 有一个跟他相关的 我们称为叫做 并行和多执行识域程式设计 并行和多执行识域程式设计这个讲座 那你可以交叉对照 那你要注意到呢 就是说呢 这个Erlen 他当初呢 就是要在这个电信领域 就是Edison提出来 这个就是 希望可以设计一套全新的程式语言 可以更有效 更正确 更 有更好的scapability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程式开发来讲的话呢 其实无可避免他就会有排成器 因为人类想做的事情永远就是非常多 然后 所以在Erlen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process 就行程 跟这个thread 执行序 然后之间的映射 那此外呢 像NGX NGX是 刚好在2021年的时候呢 他成为世界上 市占率最高的网页伺服器 好 作为市占最大的网页伺服器 NGX呢 必须做非常多的事 这个不意外 对吧 然后呢 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http https 不管这是有加密的没加密的 反正总之呢 就是要能够让伺服器上 能够去受理这些操作 好 而且呢 这些request 一旦触发的话呢 我们应该要在时间内完成 对吧 否则呢 就会被认为是超时 此外 包含Linux核心在内 有很多的作业系统 都会有这所谓的 记忆体管理 那在记忆体管理呢 这个面向很多 那其中也可以 包含说这样这个虚拟记忆体 映射到实体记忆体 好 那注意到呢 在 Linux核心设计 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 探讨 集体管理 最主要集体管理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值得我们用很多 篇幅来探讨 再来是说像这种虚拟机器 这个就不难理解了 就是这种虚拟机器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hypervisor 一个虚拟机器的管理器 那上面呢 可以执行 若干一个虚拟机器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机制呢 去管理啊 就是说哎 我今天这个多个虚拟机器 然后在这实体资源呢 可能就只有一份 对吧 你想你的 呃 你的伺服器上 可能执行了很多虚拟机器 但是呢 底层的这个网络卡啦 网络装置啦 那你的主机器呢 光了就只有一份 那我该怎么有效的去 呃 分割 成功叫partition 或者是说呢 我要怎么去隔离 然后再来是我怎么去共用 这些东西都是学问 好 那此外呢 像这个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 叫MapReduce 好 那MapReduce 其实它不是什么新东西的 但是后来Google在 呃 2004年的时候呢 提出一篇论文 那就是 这讲说呢 他们设计一个 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 可以让这个 运算资源 跟 实体装置可以建一个 映射 然后这里面很多概念呢 都来自这种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就是这种 函数式的这个 成设计 那 那这里面呢 知名的实作呢 就是Apache Spark 好 那所以呢 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呢 我们讲这些Schedule的时候呢 本质上都是数学 更 精准的说 就是这种 映射的关系 好 那我们有这些映射关系之后呢 我们在想的事情就是 去 让这个资源更好的应用 好 然后呢 换一个方式来思考 它就是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 Indirection 注意到这个Indirection 很多地方会出现啊 像刚才讲的 像虚拟机器 本质上就是Indirection 对吧 我明明就可以让软体 直接去存取到硬体资源 好 但是为什么中间要夹一个作业系统 或是说呢 我明明作业系统就可以存取硬体资源 为什么中间要夹一个Hypervisor 一个虚拟机器管理器 这个其实就是说呢 让这些 偶合度 原版很多东西都是高度观点的 在没有作业系统的年代 一台电脑的使用呢 往往就是由这些 城市编撰者去 去 去决定 那问题是 不是每个城市编撰者都可以很理 很清楚理解硬体的行为 很清楚知道硬体上可以做什么事 很知道怎么写才能够发挥好的处理 但是反过来说呢 中间有一个作业系统夹在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应用城市看法者就可以专注在逻辑 他不用一天到晚想硬体的特性 那所以 作业系统的存在 就让城市跟硬体 的偶合度 降低了 就Decouple 就不是那么 这么高的关联 那从里呢 我们的排程器存在之后呢 作业系统 跟硬体 跟各式各样的任务之间呢 就有一个中介层 所以我只要能够专注在这中间的 中介层的 改进 那我就可以让任务更好的分配到 特定的CPU上 特定的配置到特定的资源上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去确保 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在电脑科学里面呢 有一句话很经典的 的这个礼语 就是名言 那最后这个名言呢 其实 这个来源很难讲 所以我们就先先假设这个是 Huiler 就是Huiler提出来的 这句话在做什么事呢 就是说 所有电脑科学的问题 都可以被提出另外一层的 Indurrection 去解决 所以不管是提出作业系统 不管是提出一个Hypervisor 不管是提出一个Schedule 那都是为了要去 解决不同的问题 好 那 所以你看喔 像这种东西很有趣的地方是 往往呢就是要 打中脸充胖子 那我们都遇到这种 Ghost刚刚要求的时候呢 其实都要说什么 先说可以 注意到你会觉得这件事 听起来像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你想看喔 各位 在中学时代 你看中学时代呢 有个人生很重要的成就 什么成就呢 你在中学时代 国 英 术 物理化学 生物 还有什么 音乐 美术 这种东西都要上 体育也不能忽略 对不对 你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 但是呢 你大部分的科目都可以 都可以应付啊 对不对 想想神奇吧 那反过来说 你上了大学很多科目就 对不对 尤其严重神马 对不对 就一听到就顾此思彼 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你高中的时候多厉害啊 要考得到科目都考得到 所以想想看喔 你高中做了什么事 你记得高中做了这件事 就叫做 打中脸充胖子 很多老师都会说 哦 国文好重要 老师跟你说英文重要 对不对 那你就说好好好 我会读 但是呢 你往往读书的时候呢 并不是老师要求你就读了 对不对 你往往会有些策略 别说明天要考什么 明天要教什么作业 或说 今天下午要考试 那我现在算我在上立体课 那我是不是要偷偷看什么 看下午要考的东西 这就是策略 所以呢 注意到了 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过错 它就是需要策略 然后我们今天在探讨 这个排成器也好 我们在探讨这个 之后再探讨 这样子 集体管理 其实都会有这个东西的相关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就来探讨这个 排成器 对系统的影响 还有它的相关的考量 好 休息一下 休息到 两栋 四栋 好 我们继续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排成器的基本概念 那当然 这个 对于 Linus核心的排成器 还是 还是远多了 好 但是呢 这些概念我相信还是非常关键 就是 因为你要去想 排成呢 它其实是有代价的 那排成这个代价呢 到底呢 在 对应的好处在哪里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 context switch 其实context switch 我觉得有点被滥用了 就像是 像我的推特上有很多的 有趣的网友 那他们就有时候会讲一些奇怪话 比如说 他说我在公司context switch好辛苦啊 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其实不是 那个compute science讲context switch 对吧 他说呢 呃 他应该要讲的地方是 他在公司里面呢 很多任务 对不对 被指派很多任务 事情都没做完 就一直被打断 所以其实它的正经说法是 呃 被中断 就是他终于遇到 事情被打断 那但是他不见得有在switch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context switch 我们稍后会讲 它更 就是在作业系统的定义 但其实不是打断 不是只是说 呃今天 执行A 就是执行A 就是执行A 然后之后执行B 执行B之后呢 再执行A 或者切换到A C而已 其实它是要有明确的这个操作 然后它还有对应到 对应的还原 那这些还原呢 其实都需要消耗系统资源 好 那你看到 画面中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部分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排成 它的这个代价 好 然后 你看到 假设我今天可以划成这样的时间轴 那我们把这个排成 实际的这个占用的资源 把它换成橘色 那我们就要去想说 我能不能知道它这个排成所需要消耗时间 好 然后这件事呢 其实不容易 好 当然我可以呢 就是想办法找事情做 就是比方说找 就是任务呢 它可能也不特别做事 它就是 它做事就是赶快切换到下一个任务去 好 所以如果呢 我让任务本身呢 它不做什么事 但是它的目的就是 能够在ABC 或者ABAB之间 一直在那边跳跃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一种测量方式 但是不管怎样呢 其实 一般的 使用者模式下的程式 其实很难做 很难做的分析 好 但没关系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其实有对应的工具 那其实有 有一个工具呢 叫做perf 这个工具非常之强大 那强烈建议呢 就是各位一定要 各位一定要熟悉它 好 那我们自己已经帮大家整理好这个 这个讲座 就是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 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怎么用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去 怎么去熟悉 好 然后呢 这个perf的工具呢 它可以做很多这种 跟效能 行为表现有关的这个 测量 还有说更细致的分析 那其中呢 你可以使用这一个命令 注意到这个命令 就是前面是perf 那bench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测量这个schedule的成本 那测量schedule成本呢 有一个方式呢 是用pipe 好 我们注意到pipe pipe是一个系统呼叫 这个系统呼叫呢 存在很久了 这个大约在1972年 1972年这个年代就被提出来 它的存在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它建立一个管道 pipe 那这个管道可以做什么事呢 就是它可以让行程A的资料 传选到行程B 好 那你可以反过来 好 所以你一旦建立这样的一个pipe 建立这样的管道之后呢 你就可以传递资料 诶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 建立pipe的时候呢 本质上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 要求context switch的行为 再讲一次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这样一个时间轴 对不对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去测量时间轴的话 测量时间轴上面的排程的时候呢 我王老师希望的任务可以去切换 但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pipe 这个系统呼叫呢 它隐含的意义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说呢 它可以去切换任务 对吧 因为你要把 资料从任务A 传递到任务B 那其实这时候就应该要发生什么 context switch 对吧 否则任务B就不能拿到资料 对吧 或者说要很慢的时候才拿到资料 所以王老师在持座来讲的话呢 这个pipe 它就会隐含着什么 隐含着任务的切换 好 那我们就运用这个特性呢 来做这个资料分析 我们执行一次给大家看 那 这台电脑上 这台电脑上的这个CP比较多 就是这个 画面中你看到195 其实不是这么多 像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 这台CPU上呢 它有 诶 诶 等一下有几盒 有这边有写 就是 它其实是分 两个socket 那其中 Node0的这个socket上呢 它有 一百一十二盒 一百一十二盒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呢 有 另外的 另外的这个一百一十二盒到 二百二十三 这样 总共是 二百二十四盒 好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标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命令 注意到这样的命令呢 我们可以来干嘛 来测量 那来做什么事呢 就是在画面中停 看起来停顿的时候呢 其实CPU是很忙碌的 就是说CPU做什么事呢 就是 我建立Pipe 然后呢 让两个任务之间 切换 那一旦我切换之后呢 我可以什么 去 因为 因为如果说你切换 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任务 它也赶快做什么 就是 把资料透过Pipe 传回来 所以你一直做 A传给B B传给A 就是像说呢 你平常在做接力赛跑的时候 这个接力棒 对 持久成本的 那有一些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让接力赛跑的时候呢 大家每次呢 还是跑步 但是永远都是这样 传过去 传过来 传过去 那这时候呢 任务本身的时间就变很小 那反过来说 我就可以去测量 中间的什么 中间 排程器的成本 好 所以你看喔 这排程器的成本呢 其实不低了 你看喔 在这个 每次 在做这个 任务切换的时候呢 其实它需要21microsecond 的成本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做另外一个尝试 这个尝试很有趣啊 这个尝试呢 就是说呢 我们呢 用个工具 这工具呢 叫Test Set 好 那Test Set这个工具呢 最大的用意就是 可以 可以把 呃 就是 任务 限定在特定的CPU上 好 那最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做Affinity 注意到Affinity Affinity 这个字呢 呃 比较难翻译好 所以我就不翻译了 你把它翻译的亲和性 我觉得怪怪的 就是 就是 对 因为我们汉语的那个亲和 亲和力也被 也被滥用了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人 笑起来很可爱啊 或是 很漂亮啊 或是说很有礼貌 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亲和力 但这个不是哈 这个亲和力呢 其实更大的是那种婚姻关系 好比方说呢 A跟B呢结婚 那A跟B结婚之后呢 他可能 不见得是同个 同个性别的 他不见得是 对 就是可能不同的家庭 但是他们应该要履行某些义务 那这些义务呢 在这个婚姻法上 就名法上 其实有规范 好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比较像这个 就是说呢 一旦有建立这样的Affinity之后呢 这个任务的分配呢 其实它并不是说漫无目的的 它是有明确的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就可以去指派 指派它的这个CPU 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这个 TextSet 好 那TextSet呢 就是我就可以去 依据我的 CPU Affinity的设定 好 那所以那个任务的分配呢 就会有不同的CPU 好 所以看到 我就可以指定不同的CPU 那最后呢 我可以指定给一个CPU 也可以指定给多个CPU 好 那它就有对应的那个bit mask 好 那这是来看好玩的事情了 还记得刚才的结果吧 对不对 刚才结果是什么 刚才结果是21个microsecond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我如果把刚才的测量动作 也就是我建立pipe 我建立这样管线 让A传递到B B传递到A 这样是一个近距离的接力赛跑 好 那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接力赛跑 我可以去测量出context switch的成本 但是呢 这时候我们要求做的事情是 把它限定在CPU number zero 就是CPU的编号从零开始 CPU number zero开始 好 那有趣 我们开始来做这个测量 好 那这个测量呢 来讲的话呢 你稍后会得到结果 不过我们先来看我们之前的测量结果 好 我们之前的测量结果呢 呃 会得到11点 586 好 那这会很有意思 你看哦 原本时间呢 是需要21个microsecond 但是现在可以降到 11点59microsecond 你看这个测量的结果相似 好 那你要好奇啊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 呃 来观察 比方说呢 我们看最早的这个测试 好 当我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用HTOP 哎 你会发现有趣哦 画面中呢 红色区域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任务分配 所以虽然呢 是建立pipe 让任务A跟任务B 相互传递资料 从而去测量connetswitch 但是就像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左边区域的 对不对 左边区域其实还有几个CPU 像我此时此刻 CPU编号5啦 CPU编号6啦 CPU编号6啦 CPU 右边的编号175 就比如显示 那当然 我们这台电脑上有224盒 所以这个分配 可能不会只有画面这个部分 好 所以看到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呢 其实这个 一直在跳跃 这时候看到没有任务了 对不对 你大概猜出来 应该怎么 应该快要 快要结束了 好 所以看到 这时候已经什么 统计结果就出来了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使用 这个 就是把限定在 CPU No.0的时候 来观察 好 那这时候你看 CPU No.0 哇好忙碌 对不对 虽然编号8有任务 但是可能是系统另外一个任务 对吧 编号64也有任务 但是它就是 它就是系统别的任务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但是刚才测量过程中 它都集中在 在编号 编号0的CPU上 所以这也导致说呢 我的执行时间可以变短 所以换个方式说 在我没有特别指定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用test set的时候呢 其实 在预设的排程策略来讲的话 是尽可能把它打散的 但是打散的时候呢 在CPU数量多的时候呢 这个代价是高的 对不对 显然的从21到11 这个差距就很大 那当然这样的测量呢 它不严谨 我们之后会来跟大家探讨 什么叫严谨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认知 让我们知道说呢 像刚才提到的 像Low Benz 这负载平衡 那当然我们要了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contact switch的成本 就是CPU切换任务 就是这么大的成本 那当然实际的成本呢 contact switch的成本 是这个数字的一部分 这个数字里面 其实除了contact switch 我来讲的话 还有排成器本次的成本 都算进去 这我们之后呢 也会来继续探讨 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再延伸来看这个 Linus核心设计里面呢 有一个专门在讲 即时处理 因为对即时处理来讲的话呢 这些风吹吵动 这些细微的变化 其实都对于整个系统的 Deterministic 有很大影响 就是我们讲Deterministic 就是讲说呢 它是与生俱来的 它是还没执行 我就知道它 它什么 我还没执行 我就知道它的能耐 还没执行 我就知道它的限制在哪里 或是说呢 这个系统 如果它是non-deterministic 就是表示什么 它很不可控 很难预测 那当然我们希望呢 这个系统呢 当然是可控制的 可预测的 否则呢 你很难把这种火星探测啦 火箭啦 或者工厂的这种自动控制 交由系统来做 好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呢 你今天不使用刚来的那个 Linus的CPU排程器 而改用Golet 或是 类似的这种 强调可以提供 Col routine的一个机制 所以像这个 Go的话呢 它有个东西叫Go routine Go routine 那Go routine呢 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它本质上呢 它是 它是可以在使用者层级 也就是说 Go routine在切换的时候呢 可以跟桌上脱钩 好 那所以呢 可以跟桌上脱钩之后呢 其实这个效率呢 可以好很多倍 好 那就是因为它不需要 有系统排程器的介入 所以最后呢 我们正在探讨这个排程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思考怎么议题呢 好 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说 呃 我们到底 有多少任务要去处理 那 记录 有多少任务要去处理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资料 资料结构啦 或者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单元 我们称为叫Run Queue 好 那最后呢 这个Run Queue本身呢 它虽然是 去 记录 就像你去那种 知名 知名的那个 餐厅 知名的这个 风景区 去游玩的时候 那其实你无可避免就要排队 那你排队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 排多个队伍 对吧 因为它可能开很多柜台啦 比方说像那个动物园 我之前带我 带我女儿去动物园 那动物园呢 显然对小孩子来讲就是热门景点 对吧 很多家长去晒小孩的好地方 那这个动物园就很热门 那虽然呢 这个 虽然这个 圆区已经开了很多柜台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圆区开了柜台 还是很难去 完全 消化 这些这些 家长跟小孩子的需求 对吧 所以大家还是要排队 那排队的时候呢 这本身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它可能无可避免就是要有luck 尤其在多核处理器 它就会有luck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柜台也不是越多就越好 因为柜台越多的时候 往往会造成浪费 对吧 就是你想如果是动物园要建了100个柜台 那请问你要怎么管理那100个柜台 哇 这成分可高啦 然后此外呢 就是这个任务呢 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结构 能够去描述你的run queue 然后呢 你需要什么样的演算法呢 去走访 去存取呢 这些 你的任务要怎么挑选出来 要怎么去分配上来 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挑战 你说后面中可以看到的有几个 我们要说 Over Schedule CFS 好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衡量这些排层器 去解读 解释这些排层的演化 我们在于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呢 现代的这个作业系统 本质上它是属于这种分时多工的系统 好 在分时多工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就是说 排层器呢 到底要怎么设计 坦哥确保说呢 我能够兼顾优先权 但是我又确保说呢 第一优先权的任务 不至于什么 Starvation 就是说我们设计一个优先权 当然就是 希望高优先权的任务 可以尽可能用 充分的使用系统资源 但是呢 也不代表说 第一优先权的任务就该死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嘛 又不是中国 低端人口 那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来讲的话呢 必须符合这个公平正义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台 台湾人讲公平通常都讲满不满意 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个正义 必须公平正义 但是这个所谓公平正义呢 必须建构在一系列基础上 就是说呢 到底有多少资源 如果你的资源呢 终究是无法满足这些高任务的需求 来讲公平正义其实是做不到的 再来是说呢 你的被要求的这种系统的反应时间 到底多快 这东西呢也是什么 也是要考虑的 我们当然希望反应时间快 但是呢 如果我绝大多数的系统资源 都用在 反应 处理反应的话 那就完蛋了 你就想要一个总机 一个总机呢 就是公司的那个总机 总机先生 总机小姐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收领很多不同的电话 那但是呢 也不代表说他所有的电话 就要很完整的去回复 往往他很多时候 他就必须要牺牲一些 一些电话 或者说他赶快把它转走 就比方说今天 这个电话打过来 他可能是来询问这个报价什么的 他就必须赶快转给 什么 转给对应的会计 转给对应的财务人员 那反过来说 有些人就是来找查的 你知道有那种推销电话 好 那这个总机呢 他就必须要做很好的回应 他也不能直接把他挂掉 你知道 就是总机遇到那种推销的 其实他必须 顾及公司的形象 他必须还是要回应 所以他可能要去讲一些 客套话 然后列入封锁名单 他就有一套这个操作 所以我们希望呢 他回应时间快 但是又不希望呢 总的时间都是在 用在回应上面 所以这往往呢 需要不同层次的组合 所以比方说我要能够区分 什么任务都要很重要 什么任务可以拖延 什么任务呢 我必须要很快处理 那此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这种 是所谓的吞吐量 吞吐量的定义就是 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做的 任务总量 所以我当然希望呢 在一定时间内 能够做越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 延迟呢可以低 延迟低就是讲这个 反应时间低 那我的延迟就会更低 但很不幸的地方是 高的thruple跟低的延迟呢 这两者呢 很多时候呢 是拉锯的 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呢 系统是不能 两项都兼顾的 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说 我这时候是 着重在高的thruple 就是我吞吐量高 然后或者说呢 有些情境是希望低的延迟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作业系统 包括Linux核心在内 他有时候他就宣传说 他是 高的thruple 又可以低的latency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两个东西不是and的 他其实往往呢 都是两个特 他是两项特征 这两项特征 看你要选哪一个 你往往是很难 两个都有 因为这个是拉锯 此外呢 就刚刚提到了 其实现在的电脑都要考虑到这个功耗 那注意到这个我们讲的功耗呢 并不是只是在这种移动装置上才做去功耗 很多复杂的事情 如果呢 你有参与我们这个 Linux核心设计的课程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课呢 跟很多课不一样 我们这个课呢 花很多时间跟你讲数学 对不要怀疑 就是我们这个课 为什么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数学呢 就是因为呢 在某些关键的元件 例如CPU排程器 背后有非常多数学 好啦 所以跟你讲啊 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 电源管理做好的话呢 背后就是有数学 背后呢 数学机制 好啦 怕有同学不相信 我们知道 只好真的搜寻给大家看 好 比方说呢 我们搜寻一次给大家看 看什么呢 看一个 看Linux核心的程式码 好 这是Linux核心的程式码 然后我们到这个 它的Input File 好 那我可以搜寻什么呢 可以来搜寻 就是那个 Moving Average 好 在这个 一边搜寻呢 我们就一边来看它的那个意义 Moving Average呢 它其实有很多变形 那其中有一个呢 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好 直接看中文 好 注意到呢 当我在描述这个 像大盘 你看这个 台 台子加券指数 好 所以呢就是你看到 像一个看我们 看股票的大盘 然后除了用一些工具 像这个K线 这种 这个方式来解释以外 其实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数值 这样的一个数值方法呢 可以让我们去分析股票价格 像大家很清楚 就是股票呢 上市 股票的上 上柜 上市之后呢 就会有买卖 那这些买卖呢 就是透过 希望透过资本的力量 去加速公司在特定业务的成长 当然这件事也反映到 投资人的信心 好 比方说你看Covid-19呢 让整个全球经济 有很大影响 那后来这个俄罗斯 出兵乌克兰 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当然也冲击到 全世界各地的股价 冲击到全世界各地的这种经济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反映到交易量 那当然也会反映到 像这个生产种植啊 或是宏观的一样 在讲这个经济时间上的这个表现 那我们会 我们会需要通过一个数字 它有足够的代表性 但是呢 你又不能把所有的这个买卖 这个成交价 然后拿来平均之后呢 就说这个是它的价格 这个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业往往是一个时间片段 所以 单纯呢 平均呢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往往是需要一个 呃 变形的 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叫EWNA EWNA的话 就是它是用指数式的 地增这些加权的移动平均 所以呢 这种指数式的这个平均呢 其实它 更适合在像我们讲的 像电源管理这种 这种状况下 比方说呢 我们都知道电脑是可以降频的 可是这个电脑降频呢 必须要有依据 对吧 你不能说我想要降频就降频 对吧 这是浪费电 对吧 因为你降频之后呢 你再把这个 CPU10麦拉上去呢 其实是有开销的 那你频繁的升降 其实这个东西呢 对电脑的这个开销是更大 就像冰箱一样 冰箱呢 你不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这个功耗是低的 但是呢 一直开开关键 开开关键 其实这个对这个功耗是 冲击很大 那同理呢 EWNA的存在呢 其实往往就在于说的这个 排程器 可以做这个依据 好 那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就用这个EWNA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我们今天 就来看Linus Kernel的 排程器的程式码 好 EWNA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EWNA出现好多次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Fair 好 这个Fair 这边Fair是什么呢 就是CFS里面的Fair 好 然后呢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些背后都是数学 好 你们就是跟我一样迫不及待 想要去看里面的数学的 好 就我们就来看吧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数学呢 这个EWNA是指数移动平均 好 那这个相关的数学定义呢 请你自己去看相关的材料 好 那我们这边做的东西是看程式码 好 好 然后有趣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 这种数学式 好 所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 预测任务 好 使用 就是它的那个使用率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这边有个词 稍后会看到 叫做PLT 好 你可以先把它记下来 好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参与过我们这本课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很在意这种数学 好 当然我们讲的数学是实用的数学 然后并不是讲那种 呃 理论数学 好 我们讲这种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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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上的数学 那我们也不会讲太多工程数学 我们讲一点啊 比方说我们会跟大家 各位讲到说像这个 呃 就会 会讲一些 呃 基率统计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工程数学 好 不过这个东西你有需要再去补强就可以 好 好 原则上我们要当了解是 二十一世纪的 作用系统 像这个核心 其实它要考虑到这么多议题 好 而且我们的测量 就往往就不只是用直观上 或者是 概念上那种 呃 取平均而已 必须要一个 呃更有效的机制 好 然后 你可以在另外一个档案呢 叫PoT 好 刚才叫大家记下来的 这个PoT呢 它叫做Per Entity Load Tracking 好 这边Entity是什么意思 好 在呃 另一个核心来讲的话呢 每一个排程单元我们就称为叫做 呃 Scheduling Entity 好 所以我要排程的执行序 我要排程的行程 好 都称为叫做 呃 Scheduling Entity 好 然后呢 呃 呃 我们会要更精准的去追踪这个 每一个排程单元的负载 好 因为这个排程单元的负载 会作为 呃 降频 或是要做Lobenz 这些的依据 好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程式嘛 叫PoT 那PoT的存在呢 跟刚才讲的进阶能源管理 有非常大的观点 好 这稍后我们来探讨 然后 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边到处都是数学式 哦 你说这边有个数学式 我说这边有个0.5 呃 那0.5在哪里 注意到 他不是用0.5出现的 他都会去做转换 好 同理 这边也有数学式 这边数学式呢 你会发现 奇怪这个数学式跟 上面写的好像不一样 对 因为 他会做一些调整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不希望 出现浮点数 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就是 不倾向 不倾向使用这个浮点数 浮点数 所以呢 所有涉及到浮点数运算 的部分呢 都希望可以用整数 或是用 特定的浮点数的表示法 比方说 有一种精致叫做fix point 好 fix point是什么呢 fix point不是说 这个点不会动 不要看错字 他不是说 不会动的点 不要搞错 他是说呢 我们浮点数的运算 往往需要浮点数的暂存器 浮点数的计算单元 但是呢 我可不可以把浮点数的这个范围 把它对应到 特定的数值 这个数值呢 就是 也就是说我是完全是用整数做运算 只是说 我在解读的时候 可以把它变成特定的 特定的浮点数 就像是说呢 我今天要去计算那个 计算 16.69 16.69 起来是一个小数 对吧 那他过去你在表达的时候 用浮点数 那我可以把它乘以1000 那我就变 16690 所以我就把16.69 变成什么 变成成1000倍 对吧 那所以 诶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避免浮点数 浮点数的使用 所以这就是定点数的一个 基本想法 当然实际上在做起来 然后再讲话呢 要考虑很多议题啦 比方说 你的有效位数够不够啦 它能够表达多少的值啦 再来是说呢 你能够涵盖 多少的 就是能够做多少操作 还可以确认出它的这个 精准度 好 所以呢 注意到呢 我们在探讨排程器的时候呢 都免不了这些数学 最后给大家欣赏 就是 你看到 这个现在林斯克隆呢 注意到这不是排程器的全部 这是排程器的主体 就跟排程有关 还有好多部分 但是就是 主体的话 已经超越26000行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 也是让大家知道 这26000行 到底是怎么演化的 好 好继续看 好 然后呢 不同的应用场景呢 往往就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分类 会区分 普通的行程跟几次的行程 好 然后呢 这些行程来讲的话 又还会区分 就会分说呢 像这种 像你玩游戏 玩游戏 就是你碰了接触的萤幕 按了某些 键盘事件 然后系统就给你回应 然后 这是一种 就是我希望呢 这种 interaction 就是这个电脑 跟人 这种互动 那当然反过来的 就是说有些任务呢 他其实他不需要被打扰 他就是静静的做 那哪些事情是属于那种静静的做呢 例如说这样子 就是 打扰系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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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系统的那个 他就要做什么磁铁重组啊 就是他就 背景的慢慢做 或者说呢 有些运算 运算像是 像什么呢 像 像挖矿 这个挖矿的话呢 我们就会设定一些 他应该要设定成batch 因为就是我们 系统行有余力的时候 让这些挖矿城市来挖 好 不过现在挖矿城市都做得很猛啊 就是 他应该是在后者的 就是应该是吧 应该是 系统有余力 有 有余力的时候呢 让这些挖矿城市跑 不过现在挖矿城市 因为他的经济活动很旺盛嘛 所以 往往 人们会想出新的方法 让那个挖矿城市占据CPU上的 这个大部分的资源 好 那不过不管怎样呢 他都还是算批次啦 只是说他的批次比较积极一点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今天讲排成器的时候呢 就要考虑到这些 这些议题 甚至呢 像刚才提到的 会有这种 Energy Aware Scheduling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地方呢 是这份简报 所以请你点选这个简报 那这个简报呢 我们就试着去归纳 整理 整理什么 整理这个 NINES核心这三十年 重大的变化 那我们在我们上半部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些概念 所以就是 有一点点程式嘛 那不会太多 那下半段的时候才讲一下 那些进阶议题 包含说 课统的程式 好 此外呢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其实我这个讲座呢 是从2019年 18年 19年 就是2018年 准备课程的教材 然后2019年正式在 国立成都大学 资讯工程系 去介绍这个 LINES核心这门课 那但没想到呢 这个原本呢 只是我这个 课纲里面的一部分 但没想到解释这东西实在 太花时间了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就是介绍 LINES的CPU 盘成器 光是写笔记 就不知就变得很多了 所以看到现在 这其实是我的笔记 那没想到变成一本书了 那这本书呢 那这本书呢 我希望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可以推出一个 对外推出一个预览版本 那如果有选修这个 我开的课的学生的话 应该会拿到 目前的草稿 那在这个书本来讲的话呢 我想要探讨什么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像刚才讲的 Kernel Kernel目录 底下的schedule指目录 到底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会有26000 中间到底有什么 重要的议题啦 那此外的话 我就希望说呢 这本书可以带大家 就是回顾作为系统的认知 你过去在学作为系统的时候呢 往往你只是 建立一个很广的概念 但是呢 这些概念跟概念之间 你找不出关联 比方说你学了机体管理 你学了行程 你知道process 跟机体管理 是一个紧密关联吗 你不知道 然后呢 你学了排程 你又学了行程 对不对 排程跟行程 不就是排的行程 叫做排程 不是 其实要考虑东西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本书我希望带着大家做的事情 就是了解说 从刚刚讲 机体管理啦 这些行程啦 这些CPU特性啦 SMP啦 多出一期啦 然后 甚至背后的一种安全议题 这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更酷的是什么呢 那这本书呢 就真的 真的回去看程式码 好 但是这个程式码又不是 列出程式码 那我们列出程式码之后来举出 好 因为我看那个 对岸呢 有一些 有些网友 很认真的在整理那个Lins核心的程式码 但是我觉得这 他们在阅读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列出一段程式码 然后开始 我发现了这一行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Lisekno为什么一直在改版 往往就是因为 解决旧的问题 那你说为什么之后还会改版 因为解决旧的问题的时候 会创造新的问题 所以又有人去解决新的问题 所以脉络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 我发现很多人 当然不是只有对岸 因为台湾工程是很忙 不但忙什么鬼 一天到晚很慢下班 没空去写什么blog 上班都类似 所以有些看基础文章 只能靠对岸的朋友 但是有些对岸的朋友 他们就是列出程式码 但是列出程式码 他就花很多时间去议策 这很了不起 我感谢他们 但是他议策的时候 没有想到 这前面做了什么事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去管 反正他下载程式码去看 所以有时候 这样的一个分析是有问题的 我的书希望带大家去 也是列出程式码 但是有脉络的 有前因后果的去探讨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更重要的地方是 我们为了避免 只是在幻想 只是在脑补 我们真的去做实验 做了实验 如果可以跟程式码 可以对得上 这表示什么 你的解读是对的 反过来说 你做了实验 发现跟你解读的东西 有问题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解读方式可能有 瑕疵 或者是有些东西 你没有探讨的地方 所以 总 盖过来说的话 你可以说 它是涵盖了作业系统概念的复习 当然我们不是来取代什么恐龙书 我们是复习 所以你还是需要 找一些像样的书 不管是恐龙书 或是all step all step是这个 他的全名叫做 operating system 3 easy piece 这本书它有纸本的 也有线上的 纸本当然要钱 但是线上就是可以去免费下载 而且这本书的作者也鼓励你 鼓励你自由的免费的下载他的电子书 当然你还是可以买这本书来支持这个作者 而我写这个linux kernel CPU schedule的书呢 也是获得这本书的启发 那我里面有一些章节也是跟这本书自尽 所以最终呢 我希望写的书呢 最终也可以变成一个自由流通的 那当然目前你还是没办法公开下载 因为还有很多地方要编撰 那如果说你对这本书很有兴趣 然后一起 希望一起可以编撰的话呢 请你告诉我 最好不要只是跟我要了这本书 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 最好这是很危险 因为这本书可能很多内容是错的 我还在改 所以最好的地方是说你告诉我 你对这本书有兴趣 然后愿意给我讨论 然后我给你一个副本 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告诉我说 这本书哪里没写好 你觉得哪里写错了 告诉我 然后这本书呢 就是既然从概念开始探讨 然后讲这些演化过程 实作 然后最关键是有做实验 然后甚至包含说一些进阶一体 像这种C group 在过去学作为系统的时候 你往往都把这些东西当做 不同的东西 像恐龙书有跟你讲 资讯安全 恐龙书有跟你讲党恩系统 但是你想不出 这东西跟排程器有没有关系 有 对没有听错 资讯安全 还有党恩系统 其实跟排程器 是有很大的观点 只是说乍听这样 你会觉得很荒谬 因为你过去学习 网友都站在那里说 Oh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 你花很多时间干嘛 就是取本笔跟笔跟词的观点 就是你学英语这样学 就学 Oh这是书 这是书 这是笔 但你没想到书跟笔 是有紧密观点啊 对不对 以前的书怎么来的 以前书就是一笔一画出来的 对不对 写出来的 编撰出来的 那现在人读书呢 也会怎样 也会有些资本互动 但是我们在 像恐龙书那种书的时候 网友就会怎样 就让这两者好像没什么观点 那这本书在尝试去弥补这样的一个鸿沟 我知道这很困难 所以我这几年有空我就在写这本书 好 然后呢 就算你现在没办法取得这本书 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帮大家做一些重点提示 在前半段做这种提示 好 那这边呢 我借用LTE这个字 注意到我们讲那个三G四G 我们讲四G LTE 那个LTE就这个字 Lotan Evolution 就是说呢 虽然Linux Kernel显然不是历史最优秀的作业系统 有很多作业系统历史都比较悠久 比方说Unix Unix有超过50年的历史 BSD BSD是从1970代下半叶 1976年以后了 所以其实距今也是很古老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作业系统历史都比Linux来的悠久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Linux 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些潜能资产 继承了Unix的一些优良传统 个奇怪的地方 然后呢也继承了BSD这些 一些创建 一些有趣的关键想法 然后呢甚至呢 从一些商业作业系统里面获得启发 然后总之呢 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希望带着大家去想 这30年Linux Kernel 到底为什么发展 那发展的时候呢 又想考虑到哪些关键议题 那这个就呼应我刚才讲的 LT 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演化 好 那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呃 我必须 谈 谈 谈 明白告诉你 其实这些东西很杂乱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 不杂乱 如果你有更好的 想法请告诉我 因为呢 排成器它绝对不是只挑出下一个任务 的确 挑出下一个任务可以当做排成器 但是Linux核心的排成器远远不是这样 对不对 还记得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讲的什么 讲的可爱的数学 对不对 这个可爱的数学就是这些 你看 为了要讲这些可爱的数学呢 我们要特别去教你什么 教你数学 对 还要教你说这些数学怎么对应到程式嘛 然后呢 Linux更多想的东西 又比这个东西更多了 好 有很多东西呢 乍看这样的关联 比较contain的 你说contain的跟排成器有没有关 乍看这样 你说contain的不就是容器 不就是Duck 对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跟排成器有没有关系 乍看没有关系 那是底层的 紧密关联 好 你想个事情 你一台Linux的机器上面 可以安装很多个Duck 对不对 然后你开心的话就装很多Duck 那个Duck的这些上面程式 势必是需要能够执行 对不对 你不需要Duck只是装了 然后不能执行 不是吧 对不对 你当然是喜欢装了之后呢 可以执行 那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变更里面的状态 对吧 但是困难地方在哪里 困难地方在于说呢 那中间呢 如果要执行的时候 那排成器要怎么去排成 你说简单呢 不就是有多少任务就执行多少任务 好 可是问题 在同个contain的里面 对吧 我们看看contain的示意图 然后Duck container 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好 像看这个 这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里面呢 你看这张图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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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为什么不会变大 可以变大吗 为什么不会变大 算了 不管 就是Google有时候都会跑出一些新功能讨厌 好 那你看 我们讲Duck就这个 那这个Duck来讲的话呢 你看我有一个作业系统 对吧 然后上面可以有很多个Duck 所以有很多container 所以这个containerABC 那有意思地方 这containerABC里面呢 它都可以有一样的PID 对吧 就比方说呢 上面会有一个PID等于1的 叫Init 然后呢 那containerB里面呢 也会有个Init 那它PID是1 然后containerC呢 里面也会有个Init 那问题 既然三个container里面 都有Init 而且它PID都是1 那请问 作业系统的排程器 CPU排程器 到底要怎么认得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是显然的学问啊 然后再来是说呢 这个container里面 当然也可以设定优先权 那问题来了 如果呢 container里面设定优先权之后呢 每个都设定成最高优先权 那请问那个 作业系统要怎么排程 对不对 这就是难题 那这个东西呢 要不要解决废话 当然要解决啦 所以你要想啊 我们今天在 很多的作业系统里面 没有学好原因 就是因为 花了很多时间去背诵 背诵这些作业系统的词汇 但是从来没有去想过 它的紧密关联 而且那 一旦你要了解 它紧密关联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 需要很多资讯 很多背景知识 从数学啦 计算机组织 计算机结构 甚至 甚至什么 数位逻辑 对你们听说 那些MGET NOGET 然后那些什么 正反器 那些东西都用不到 所以就是 因为作业系统是一个 综合性的材料 这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的这个 大部分的学校 大部分台湾的这个学校 把这个作业系统这门课放在 二年级下学期 或者三年级上学期 就是希望呢 大家有一个 对Community Science 有丰富的 足够认识之后呢 在透过作业熊这么刻 把这些东西 汇成起来 像我在前几年都看到 那个PTT啊 让我也生气啊 什么 作业系统 PTT 作业系统 然后什么 贝科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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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啊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怎么会有人说这个 作业系统是贝科呢 这让我很生气啊 所以我只好发 发发 废文去去回复了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 这个东西如果是最简单 课为什么不排在大学一年级 对吧 不是啊 因为这个科目难在什么 龙会贯通 你看这个东西想得到东西 一大堆东西都要 龙路在里面 而且呢 如果你没有那种龙路的话 你忘了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备受 好 那我希望呢 你通过这个讲座 给我们系列讲座 可以更了解这些观点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container container具体怎么实作的话呢 它是通过C group 跟那个namespace 那个C group 在我们刚才提到那本书 有提到 那这个稍后 我们之后呢 希望呢 也会有个 从Lintern核心设计的讲座里面 猜出来一个小的讲座 来讲这个 C group跟namespace 因为这个 这个在Lintern核心 是个关键议题 好 那既然呢 在同一个container里面 在不同的container里面 可以同一个PID 那所以势必呢 我需要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我们就称为叫namespace 这个机制就是说 我 虽然我containerabc里面都有init 而且它PID都是1 但是 我可以让 这三个 对应到真正的PID的时候 不会是1 而是变成别的数字 否则就有冲突了 然后再来是我们需要个识别 那你一定提过的东西叫PID PID是什么的 它全名是什么呢 就是process identifier 好 那此外呢 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就会带着大家去探讨 就是这些 它有些关键的那个Maker 此外呢 那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这个contain switch 那接到到Linx Kernel contain switch的一些 特别的考虑 当然接下来就是 重头戏 这些排层戏 到底做什么事 然后再来是近代 就是近期 我们这样近期也没多久了 就是十年 差不多这十几年 左右的Linx核心 有个重大变化 Linx Kernel发展到现在30年 其实前十年呢 不算特别有趣 但是这20年 非常有 非常关键 因为很多的公司 已经进入这个Linx核心 包含说Microsoft 也是Linx核心的 贡献者的一员 对没有听错 Microsoft 其实大量的运用 这个Linx核心 那也对Linx核心 做了一定的贡献 那所以让Linx核心呢 做了非常多 有趣的发展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腰三动 好 那我们刚才在休息前呢 就是提到这个 大概的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继续来分析 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呢 在Linx核心里面呢 其实没有很细致的 区分Process跟Thread 好 呃 我们会用一个系统呼叫呢 叫Chrome Chrome Chrome 哦 说不可以跟 你可能知道就是 那个 酷隆啊 大S的新老公 呃 大S的 今年的 今年的先生 叫做 叫做 酷隆 酷隆的英文呢 就是跟 Chrome这个字非常像 它叫做C-L-O-N 就差一个字母 好 然后这个 Chrome这个系统呼叫 非常有趣 有趣的乱在哪里呢 就是 这个系统呼叫呢 可以让你去建立新的 新的执行序 也可以建立新的行程 好 这个 所以呢 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 呃 你看到 就是 Clone系统呼叫 可以建立新的行程 也可以建立新的执行序 其实这两者呢 在另一核心来讲是 没有去特别区分的 但是你可能会 不开心对不对 因为你以前花很多时间呢 在背诵这两者差异对不对 你说哦 这个 共享 AJSpace的称为叫Threader 好 然后如果没有 AJSpace没有共享 的称为叫Process 好 你以前花很多时间去 被送它的定义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呃 你以前都读的东西叫做 做一种概念 概念就是 跟现实毕竟是有冲突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东西 叫做 Reliety 对不对 Linux核心是Reliety 好 那所以呢 就像你知道嘛 就是 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嘛 但是 你想想看你 从以前到现在 完全没有违反 跟我交通规则嘛 我不相信 对不对 你有时候会 不想被迫违反交通规则嘛 比方说 四下无人 然后就不想 闯红灯啊 或者说 你就不知道 红灯不能右转啊 对不对 你就 你就转啊 对不对 就是你总是会遇到这种事嘛 好 或者说你不知道 那是单行道 然后就违规了 好 虽然没有因此罚钱 但是你的完美记录不见了 好 那所以注意到的 概念到现实呢 往往就是 有落差 那另一个核心呢 之所以 故意不把 执行序跟行程呢 去做区分 是有它的道理的 因为呢 这样可以尽肯的重用程式嘛 从刚才这个 Chrome系统呼叫 就可以知道 Chrome系统呼叫 这个最棒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 这个系统呼叫 可以实作出很多 你听过的系统呼叫 比方Folk Folk的作用是 建立新的行程 它底层怎么做呢 就是用Chrome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就是说 我要去建立新的执行序 用什么 也是用Chrome 所以Linux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要建立新的行程的时候 用底层用Chrome 我要建立新的执行序的时候 底层用Chrome 或者说呢 我要去建立一些很特别的执行序 比方说多特别呢 比方说有个系统物件 叫做 VFolk VFolk这个东西 有趣 就是你看 我们对照看 Folk是什么 Folk是 Create a trial process 就是建立一个子的行程 对案的术语叫做 对案把process叫成进城 所以这样就念起来就有点别扭 叫做建立子进城 哦 子进城可以建立 可以啊 你看那个 问国民政府就知道 子进城要建几个 就可以建几个 对不对 你看台北到处都有什么 台北到处都有这个 长安东路 对不对 然后又有这个 什么北平路啊 西藏路啊 对不对 反正你要建几个 这种都市也有 当然对岸也是差不多 没有什么两样 对岸也有很多地方 也叫台北路啊 你看哦 这个Folk是建立trail process 然后VFolk是什么呢 VFolk是建立一个trail process 而且把block 把那个pattern就停住了 pattern就不准 给它执行下去了 所以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VFolk呢 那一句话呢 就叫纠占雀巢 这个雀呢 你看纠去占雀巢 所以这个纠就是入侵者 那就是纠就是新来的 那雀就是原本的人 所以VFolk的作用呢 跟Folk呢很像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VFolk 这个新的行程 它所用的空间 跟原本的空间是共用的 那你说 这个不就变成说 你本来有个房东 然后来一个房客 那房客用的空间是什么呢 是房东全部的空间 那房东干嘛呢 房东叫他去睡觉 那房客就用房东的空间 那说那万一房客 把房东东西弄得一团乱 或是说就站着不走的话 怎么办呢 也可以哦 所以VFolk是什么东西 VFolk呢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系统呢 没有好的机体管理器 就是没有好的机体管理器 或者说你的这个硬体 是没办法做这个有效的 缺乏MNU的话 所以最重要 VFolk的存在呢 就是为了那种 没有MNU的环境 VFolk No MNU 也就是说呢 你在你的硬体里面 很难有效的去 实作Folk 那往往就会用到这个 VFolk 在没有这个MNU的环境下去用 然后呢 你如果注意看 它的说明呢 很有趣 它里面说什么呢 它说这个 它说VFolk 是Chrome的特例 那所以你看哦 Linux这样的做的好处 你就很清楚 虽然它颠覆呢 过去你再做一种认知 但是它带来最大好处 就是程式码 几乎都是一个样 所以这样的话呢 程式码这个可重用性变高了 更酷的地方是说呢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做出不同的功能 当然缺点在这里 缺点就是呢 光是名词解释就要解释老半天了 就是这个东西难在哪里呢 你看到 我们先从大的开始讲 最大的东西叫Section Section是什么 就比方说你 如果你有用过Linux的桌面系统 或者说用过 任何一个桌面系统 那你不是要登录那个输入账号密码 那输入账号密码 在那个账号密码有效的范围内 我们就称为叫做Section 所以呢 Section呢 它就是有Login 那还有Logout Login跟Logout 中间建构的这个生命周期 就是你这个 这一次的周期 我们就称为叫做Section 好 然后呢 这个Section里面呢 其实里面 不一定要很多程式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不管用哪个桌面系统 只要有桌面的桌面系统 你登录账号密码之后呢 那就要很多事要做 对不对 那提供这些服务的话呢 那肯定就是要有一个人来做 那这个地方提供服务呢 就是若干的Process Group 所以你看到 我的Section里面 可以有若干的Process Group 那Process Group里面 可以有很多个Process 那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酷的地方是呢 在Process里面 可以有若干的执行序 所以你看到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Linus好处 Linus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可以去让程式码可以重用 不过这件事 导致一些认知上困难 因为一个Process里面 可以有一个执行序 但是也可以有多个 然后更后来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多个执行序呢 其实可以拆出去 可以拔出去 就是也是可以透过 那个Chrome这个系统部角 你可以把它建立一个 就是你可以去建立 跟原本的那个Process 脱钩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导致画面中 这个东西很麻烦 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阶层 从最大概念上的叫Section 然后会有Process Group 那Process Group里面呢 可能会有若干的行程 可以有一个 也可以有多个 然后行程里面又可以有多个 若干的 一到若干的执行序 那更可谓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C Group C Group全名叫做Control Group 那Control Group呢 它就可以让你去 把这东西分组 注意到它分组不是分一个Process Group 还可以限定一些 执行序 限定一些行程 然后限定一些跟 不管是PID啦 或者是说党案系统的之间的关联 所以我们刚才讲 排程器跟那个党案系统 乍听之间还能变得关联 但是C Group 把这东西带进来 那同样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本书的第四章 注意到我们写完了 所以这个显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那这是 我相信这应该是 极少数在探脑这方面的专书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 在这过程中呢 你会了解很多不同的词汇 对不对 那更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要看细节的时候呢 整件事就麻烦了 词汇很多啊 好 你看 既然呢 一个Process里面 可以有若干一个Thread 那我就要有一个方法去表达它 那所以呢 这个Linux的做法是这样 它垫一个东西叫 TGL 叫做Thread Group Leader 所以就是说呢 因为毕竟一个Process里面 可以放很多个Thread嘛 所以它有一个方式去这样 去表示 然后此外呢 还会有个东西呢 叫做 TGID TGID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我这边有很多个行程嘛 所以我这边可以 打包 但是我 我不是打包全部的 我可以打包某几个 变成一个Group 所以它就叫Thread Group 那我就要有一个ID嘛 所以叫TGID 那同理呢 那个Process Group呢 也可以有ID 所以它有一个东西叫PGID 所以 你光是搞懂这些词汇 可能就一阵子了 好 那接着呢 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去看程式码的话 就更麻烦了 你看到 这画面中有什么 有PID Process ID 有TGID Thread Group ID PGID Process Group ID 好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 跟那个 跟那个Signal有关的 这个我们怎么做的题 不过就是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它对应的形态 然后再次说呢 从第一版的Linux开始 排程 就跟Signal 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呢 今天排程器呢 不是只是 排程器不是只是 跳出下一个任务 那其实在从第一版的 从0点 那个Linux Kernel的 那个0.01版 就是在1991年四方 四出的这个0.01版 其实当时的那个排程器 就要考虑到这个Signal 我们知道呢 在Unis的Signal 扮演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抱歉 打出是Signal 不是要找这个 要找7 好 那这个 对啊 man page找7的话呢 可以找到 那种盖矿 盖矿的东西 那 我们要知道Linux呢 它的历史有30年 但是 它真正历史呢 你可以说它是50年 或者更长 为什么 因为Linux 延续了很多 Unis美好的东西 那Unis美好的东西呢 有延续以外呢 那些奇特 也不能说不好啦 就是奇特 反正 那Signal就属于其中一个奇特东西 然后这东西被研 被继承之下不打紧 而且它还有标准化 那为了要满足这些标准化 其实Linux核心做了很多事 那这个 这个Signal呢 并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 就是 字面上这个意思是 你可能只是看到说 什么爱的信号啦 对不对 对不对 平常我们这个汉语言都 整个话都乱讲 对不对 就是什么 爱的信号 对不对 就是哦 要释放爱的信号 哎 你不觉得讲 讲的话你看 释放爱的信号 对不对 你讲六个字 啊不就是爱吗 很烦的 你讲一个字就可以讲 你偏要讲六个字 你以为这个 讲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看 释放爱的信号 这个什么 这句话你要怎么翻成英文 不要傻到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realize The signal of love 不是这样啊 对不对 不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汉字都 滥用一些词汇 很糟糕 比方说那个 哎 你看打开台湾的 这个政论节目啦 或讲那些什么 不止啦 Facebook也有 就是说 什么 就是说某某东西 是台 当今台湾 社会的最大供应数 我这些记者是什么时候读那么多数学啦 你不是讨厌算数学才来当记者吗 对不对 那结果你开口闭口就说 哦 这个什么 这个最大供应数 哦 这个这个 几率 哦 这个这个 对 就是一直问这个东西 你 在认同的事物 这样都好 对不对 就是捡钱的话 然后signal 注意到就不是我们汉语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就不讲汉语了 因为汉语的信号已经被滥用了 那这边unis讲的signal是什么呢 它其实它是一种包装 它是一种抽象 那这个抽象抽象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外部事件 像是时间 时钟的中断 对不对 外部事件 那或者说呢 像那种 网路啊 或是资料传递 我今天讲网路不见的是网际网路 有可能是两台电脑之间的传递 那也是一种网路 那总之就是说 这种东西都是外部事件 它可能会断掉啦 或者说它重连 或者说那些内部事件 比方说呢 我希望 传递一个讯息给另外一个行程 对不对 像这种 像这个kill 这个kill并不是杀死 我觉得比方法来翻译成杀死 你看它的意思 send a signal to a process 就是说我今天来传递一个讯息 到另外一个行程 它不见得是要杀掉对方 只是传递一个讯息 那这个传递这个讯息呢 它可以包含 很多种表达方式 然后呢 有意思的方式呢 我们刚刚讲的signal 还可以在什么形式存在呢 比方说呢 我在做这个辅典数运算 我遇到错误了 或是说呢 我在辅典数运段 遇到这种像除以零 这种错误呢 那我必须呢 要通知原本的程式 对吧 因为原本程式呢 它在这段程式码的时候 它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除以零 它不知道除以零会导致什么后果 它以为除以零就会得到一个结果 对吧 但是除以零呢 有可能这样 是做不下去的 比方说零除以零 100除以零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在数学上 它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再讲一次 零除以零不见得是没意义 就是很多同学都直接回答没意义 这是错的 那是我们的国中课本 为了要让讨论简单 但是数学上对零除以零 是有很多不同的讨论 但是 这些东西都影响到程式 对 所以 在系统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遇到那种 算术错误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什么 会触发一个例外的情况 那这个东西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表示 然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呢 在这个第一版的 UNIS的这个 第一版的Linux排程器呢 其实就有这种 signal的处理 所以 它从来就没有简单过 而且更糟糕是什么呢 这件事还变得更复杂 好 所以呢 我既然要处理这些 这些signal 我就是必须要处理到什么 行程跟行程之间 然后甚至 执行区跟执行区之间 也会有这什么 对应的signal 例如说呢 你在这个 Pthread里面 Pthread的APR里面呢 有好几个跟signal有关 好 比方说 Pthread的Kill PthreadKill呢 它一样 它也不是为了要杀掉某个人 它也是在传递讯息 你看这个PthreadKill 你看看 send a signal to a threat 所以你看 跟刚才那个Kill非常像 对不对 Kill是什么 send a signal to a process 但是呢 要传递 在执行区之间传递 这些 这些 信号 就要从什么 就是用 用这个方式 好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显然呢 在作业系统呢 就需要提供 对应的处置机制 好 好 你以为要结束了 没有 这个才刚开始 好 所以你看 在这个 既然呢 Linus核心呢 把行程呢 跟执行序呢 把它模糊化 模糊化之后呢 这个整件事呢 就变得非常之有趣了 所以它其实 就会有这种 一定要有一个 更抽象的概念来表示 在Linus核心里面呢 就把这个东西叫做Task 所以一个Task里面呢 它可以描述执行序 也可以描述行程 甚至执行序这两者呢 是可以 做一定程度的 互换 应该不是说互换 就是说变换 就是因为 走了某条路就回不来 比方说呢 原本建立一个执行序的时候 可以指引他老爸是谁 但是过一段时间 这个执行序可以脱离他老爸 那这个东西呢 也是在Task Struck的描述 然后值得 留意的地方是呢 在TaskStruck呢 其实它的空间是很既能的 好 例如说呢 例如说呢 在Linus kernel 5.10 5.10的时候呢 这个TaskStruck变多大呢 5.10 这个TaskStruck在5.10的时候呢 你光是在S864的架构编译 它就大约是3.5K 有没有很近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式码 这个可以让各位见识到 这个东西的神秘之处 它的定义在哪里呢 这个宣告在哪里呢 在这个Incrued Linux Schedule 这个标头档 好 我们来看TaskStruck 然后看到这个TaskStruck呢 好 这里 所以你看哦 这边呢 它是在728行 这边728行 稍微记一下 728TaskStruck 始域 728 好 终于哪里呢 好 这个东西很酷啊 你会好奇啊 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好 那么看到 这东西呢 随着Linus kernel的改版 它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 没有 它还在TaskStruck 所以 你以为结束了 没有还在TaskStruck 好 终于啊 终于结束了 好 所以你看哦 真正结束的一方在哪里呢 你看 The End of Test Track 终于结束了 1519 1519 1519 有没有看到 这东西多可怕啊 对不对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空白 空白行 跟那个注解 但是这还是很惊人 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Structure 竟然 竟然接近800行 而且呢 Linus kernel一改版呢 这东西又要继续前进 当然我们 只能 再入一部分的部分 再入一部分的这个程式嘛 那在这个部分的程度呢 就是让你了解说呢 前面讲到什么 刚才讲的PGID啦 PID啦 那还有帮助说前面讲Signal 都是我们要探讨范围 好 此外呢 在Linus核心里面呢 也会有这个 结构呢 就叫PID 然后这个PID里面呢 其实 或许会包含说你认知到的东西 比方说里面会有这个 Linked list 那注意到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这个Linked list 比你想象中用的多 尤其在台湾的工程师 你知道台湾工程师充满很多偏见 这个偏见也不是坏事啦 就是 要是台湾工程师没有偏见的话 不知道活起来干嘛 对不对 因为 其实很没有成就感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那个吃个卤肉饭 可以吃个 一年可以拿600万 那就 那个什么 公司就赶快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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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回事 这个都是有人散布假消息 对不对 你看就是 公司有赚钱 为什么又不 不准让员工出去讲 这个 这个不好 还是我们发哥讲的比较实在 发哥很多公司都是在外面都看得到 但是公司 还是不能讲 好 这个 你懂 然后呢 其中在 那个 台湾工程师的偏见 有一个东西就是Linked list 很多人就说 哎呦 我们业界才不会用Linked list Linked list 这么慢 我们才不会用 那拜托 那Linked list 不是用一大堆 那不是业界吗 只能说呢 讲这句话的人的业界跟 真实事业界还是有差别的 好 在Linked list 里面呢 Linked list 有很多地方都用到 其中的用法呢 就是去描述 任务跟任务之间的 呃 前后关系 好 那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 Linus Kernel 为什么不用这个 正列 其实Linus Kernel 早期是用正列的 很早期是 就第一个版本是用正列的 但后来的版本呢 大约 比方说1.0的时候 就我最近还在追这个程式嘛 呃 比较麻烦的是 因为Linus Kernel呢 一直到了2005年 才用Git 好 那更早之前是没有用Git的 好 所以要去追踪这个 前后的观点比较麻烦 也要把那个程式码下载 好 然后慢慢比对 我为了写述 正在做这件事 好 总之呢就是 依据我的分析呢 就是Linus核心呢 大概在0.99那个版本的时候 注意到0.99是一个家族 这个后面有一大堆版本 因为Linus核心在0.99的时候卡了很久 因为Linus核心对于 呃 程式的唯美 程式的完整 跟 跟 就反正他有一定的挑剔 所以 呃 在1.0之前呢 Linus Kernel卡了很久 卡了大概一 一年多的时间 都在0.99 那0.99的时候呢 还分前后 所以我们就不敢 先 模糊的讲 先讲0.99这个版本 0.99的时候呢 Linus Kernel就变成现在的样子 就是说呢 呃 他用这个Link List来表示那个任务 但是更 最早的版本是用正列 那就用正列跟Link List 相互的优缺点是什么 用正列当然是很 程式好写 当然缺点是什么 因为任务呢 不是只会被建立 他会被 删除 会被释放 然后呢 任务中 之间呢 我们其实往往需要额外的 直取去描述 所以如果说你从头到尾 只用这个正列的话呢 其实缺乏一些弹性 像刚才讲的 我建立一个执行序的时候呢 他本来他可以设定他的 parent process是谁 但是他也可以换一个老爸 那这个时候呢 写来用这个正列就不好表达 那反过来说呢 用这个Link List 这方面就很大的弹性 所以令人核心呢 从0.99之后呢 就是目前的面貌 就是用Link List去表达 这个前后的观点 然后这个所谓的前后的观点呢 本身还是有很多学问 就是他需要额外的资讯 其中有部分就是用到这个Hashtable 去表示 这些行程之间的观点 你先有这个概念 那我们稍后还会有一个 更详细的描述 所以看我们这边就提到这个Link List 注意点 这个Link List用的地方很多 不是只有在这里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这个画面中列出来 这个程式码来讲的话 你看到 你看到TestShark 你看到说像这个 包含说描述Spray的资讯 像是这样Spray Group 然后最后这个名字呢 有可能会换 像我们这边提到 它会叫Spray Node 所以你 需要对照 原子程式码 然后 你可以搭配像GitLog 去看说 这些命名的变更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PID PID PID呢是整个环节里面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讲PID呢 绝对不是只是去列出这些有效的行程而已 像你看到 我打这个PSAUS的话呢 我可以去印出我现在的PID资讯 好 那你看哦 像我这台电脑上呢 PID 12346 那就对应不同了 那PID等于1的话就是 第一个UserSpace的行程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 往往在 考虑的时候呢 还要搭配叫Netspace的机制 Netspace的机制的时候呢 像 你就想说这底下都是Docker 那些container 那这些container呢 它里面也可以有PID等于1的 一样这边有个PID等于1的 然后这边的PID呢 你高兴可以自己指定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一直建立新的 新的那个PID 用Folk 你可以建立新的 新的这个PID 然后呢 但是最终呢 它还要对应到原本的执行环境 对不对 因为这个Docker 的那个container 可以好多个 但最终呢 还是要在一个座椅上 上面执行 所以就要做一个对应 比方说 左边的123 对应到456 右边的123 对应到789 这样才不会打 才不会冲突 对不对 就比方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建国中学会有第一名 台中学中会有第一名 那台中学中的第一名 跟建国中学第一名 就要有对应 然后 对不对 就不能有打架了 你们都很优秀 但是不能打架 你们的数值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它叫做namespace 那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支援namespace的东西多的是 哪些东西支援namespace呢 比方说 网路 Linux的网路也支援namespace 比方说呢 比方说呢 我们在那个 我们前几年我们干了一个东西呢 叫做nstack n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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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tack是 是 是 哎呦 抱歉好久 好久没更新了 上一次更新19年 真是汉言啊 好 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 前几年 前几年就是 那个这种 Big data Big data很红啊 红到说呢 我们西上的 助理 助理要问说 哎呦 黄老师 开Big data的课 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那个 那个 就是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开Big data Big data的课 连硬体老师都看 都开Big data的课 我都快昏倒了 就是那个老师不是教那个 电子学的老师吗 他也开Big data的课了 对不对 反正就是 你知道千几年 其实每年都这样啦 反正就每年都有新的梗 然后我就不堪祈祷之后呢 我开始 开始反省自己啊 我是不是该开个Big data课 好 所以我决定开一个叫做 Big Indian data Big Indian Big Indian data Big Indian data 那Big Indian data是什么呢 就是TCPIP啦 因为你知道TCPIP的那个 资料传输呢 是用Big Indian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决定开一门课 叫做Big Indian data 好 那就主要是来探讨 这个TCPIP的设计 那所以当时我就 自干一个东西叫 NStack 那NStack呢 它就是最主要目的就是 带着学生呢 用很简单的东西去了解 这个TCPIP的原理 那你过去学TCPIP的时候 就看看图啦 说哦 这个东西叫做Ethernet 然后这叫做Flan 这叫ARP 这东西叫ICMP 然后说哦 这个东西叫做UDP 你过去只做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很空虚吗 空虚即末觉得冷 对不对 所以干嘛 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 好 追寻这个大S的步伐 好 就是也是吧 也是成为一个充实的人 欸 这跟大S没关系 好抱歉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里面用到的机制呢 就是Namespace 欸 抱歉 为什么里面没有搜寻到NSpace呢 因为那个东西不叫N 抱歉 哎呀 太无奈了 太久没写程式了 哦 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个 NS NetNS 那这个NetNS呢 就是Linux里面的这个 网路的Namespace 好 那所以呢 嗯 嗯 它到底什么叫做虚拟化 我先看到 嗯 好 它是这样的一个用途 你看哦 就说呢 我在 同一台电脑上 好 如果我要实作个Dark的时候呢 我光有PID的Namespace 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呢 因为呢 你要怎么解决网路问题 对吧 呃 因为 在Dark里面 Dark的这个Container里面 我们当然希望怎样 希望呢 各自都可以上网 但是各自上网会有冲突的 所以呢 往往我是需要什么 限制说呢 呃 其中一个Dark的Container呢 就直行 就是 它就限定在某一个Network Interface上 所以它就认定 它在存取同一个网路卡 那同理呢 另外一个Container 它就存取另外一个网路卡 所以就算呢 你去限制频宽 就算你是限制它存取 甚至要去 捕捉风暴的时候呢 你捕捉是设上面的 但是你势必要有个机制 让它可以建立对应 所以呢 我就希望建立一个 左右呢 就有各自的一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NetSpac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直接给它什么 设定不同的网段 然后做不同的规划 那这两者呢 就不会有冲突了 所以你看在旁边中这个 然后就可以很清楚这个规划 规划 好那我们这边呢 就运用这样的 运用运用什么 就是Network 的NetSpace 然后在上面 自己开发一个 TCPI框架 那这样的话就跟原有系统 是就不会打架 所以就可以 很好的去做开发 然后可以去体验 然后但是不至于把系统玩坏 好所以讲到这边来讲的话呢 希望各位了解到这件事 其实就是要考议议题真的是非常多 此外 你以为这样结束没有 那既然呢 会有这个NetSpace的话呢 我接下来要想下一件事啦 下一件事是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下一件事呢就是 我该怎么去描述这个NetSpace 好那注意到 这时候又要看到 对啦 我刚刚为什么讲大S 就是因为想到酷龙 好所以这时候呢 要问大S很熟的酷龙 那问酷龙什么呢 问酷龙那个 New PID 好这个 就是 这个酷龙系统不叫 酷龙系统不叫呢 非常非常 非常神奇 就是它一直会加新的那个 新的参数进来 但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呢 有NS 不要怀疑 这边看到NS就是NetSpace 好 所以呢 那当我在建立这个 新的执行序啦 建立新的行程 反正对Linus来讲 都是同一套 所以我们就统治叫行程好了 虽然 那以前在读恐龙书的时候 会觉得这两个东西背老半天 对不对 甚至考试的时候 考你什么叫Stray 什么叫Process 所以这句回答是什么 就是照课本人先背一次 背完之后说 在Linus来讲呢 这件事是刻意模糊的 然后如果你发现那个Interviewer 就是面试你的人 他一脸疑惑的时候 你就要干嘛 就要把我的书拿出来 这就是刚好这个黄老师的书 这样子写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 有时候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不能太呛 但是有时候面试就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面试你的人 他自己不太懂 那不懂就算 他会装懂 不懂装懂是最可怕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 遇到真不懂 反正会好好的对待你 你今天愿意来加入我们公司 这是我们公司的荣幸啊 虽然我不懂技术 但是我希望给你一个空间 对不对 就不懂的技术 会跟你这样讲 他最怕什么 不懂装懂 帮你电脑半天 但是他讲的东西 也没什么道理在 所以有时候 你就是要跟大家应对一下 但是想一想 这种很悲哀 所以为了这件事 我还带大学中门开一堂课 教你怎么去应付这些公司的面试 好 所以在这边在讲话 NainSpace 也是Clone系统部教 要考虑的议题 那所以 我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 讲这些排成器 讲这些行程 这是困难 因为这东西相互交织的 你读书的时候可以 个别章节 个别探讨 但是你看程式码的时候 然后或者你要了解 这个整个事物的全貌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东西融会贯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喜欢对待某些那种 只是列出程式码 然后开始去幻想 开始去解读那些程式 因为很可能没有融会贯通 当然有些融会贯通 他一眼就可以讲出他的关键点 这是很棒 但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那所以在这之前 在约路程式码之前 我们必须去把我们的观念是 融会贯通的 有很多细节你要去想懂 然后再来是 更好是什么呢 你要有一套方式去串接 这整个的关联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NetSpace 讲到PID 还讲到这个 PID 对应的NetSpace 好 那接下来呢 那你可以来参考这个 Rehead Rehead工程师呢 在2020年有个很棒很棒的演讲 强烈建议你要去听 就是10分钟的时间呢 可以让你对这个 这些相关的这种基础知识 有更大的概念 就是他怎么做到这种隔离的 然后他怎么去做到 就是 Isolation 就建立这种隔离 然后再次呢 他底下也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跟你说 这个搭配上 那个Chrome系统呼叫 然后呢 他怎么用这个 Dark的container 做到 来同一个 里面看起来是同一个PID 但是对外呢 对外 对整个系统来讲 他有可以去区隔 这样的东西呢 又有什么议题呢 又要去探讨 所以这个 很棒 他不是讲概念而已 他就是真的去 带着大家去操作 大家唯一的确定 就字太小了 就是你把它设定成全 就是把它设定成全一幕 我也是看不到 就是 我当初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看的很吃力 年纪比较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既然对这个TestTrack 对PID 有更多的认知之后呢 下一关是什么呢 下一关就要知道说呢 这些的细致观点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掌握了像PID TGID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知道这个彼此的观点 那其中呢 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PIDHashtable 那这个PIDHashtable呢 做的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们的 事实上我们在一个电脑里面呢 这个PID呢 数字的变化可能大 就是你看 你看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电脑上有一大堆形成 先记住这个栏位 你看 这个 第二个栏位叫PID 好 这一开始都是从小的开始跳 对不对 但是跳后面很惊人 跳后面会变多大呢 你看看 跳后面跑到多少 哇 跑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3952326 哇 这个对不对 这个显然是一个什么 很大很大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一开始 开头都是1 但是呢 跑到现在就变成跑一个很大的数 好 那中间发生什么事呢 这就是值得我们 万位的地方 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系统呢 我也更能有效的去表达 引入一个Hashtable 然后它搭配一个Hasht function 那这样的话 搭配Hasht function呢 就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吧 你看这个PID199 跟29384 它都Hash成199 因为Hashtable的作用嘛 毕竟我们的Hashtable 是有空间限制的 那我们的Hasht function呢 也不可能永远都是 就是PerfectHasht function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 用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搭配Hashtable 常见的一些处置机制 好 那下一关要干嘛呢 下一关呢 就是去 把这样的一个Hashtable 放置到 该放的地方去 还记得我们刚才放一个Hashtable 对不对 有没有 这边放个 所以那PID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对应的这个 PID的这个 Hlist 这个Hlist的存在什么 是搭配Hashtable去使用的 就是说呢 当我这个 我 同一个key去查询的时候呢 会出现两个 那我就需要通过Hlist Hlist Hlist就搭配Hashtable 所用的一个Linkedist 去寻找出 199 还有29384 那 因为呢 我描述 PID呢 本质上呢 也是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 势必用Hashtable来做到 做到 最好的情况下是 常数时间的 查询 查询时间 好 那接着呢 在PID来讲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搭配的 比方说有个PID呢 叫做UPID UPID呢 它就是搭配 像那个 刚才讲那个NetSpace 所以特别注意到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设计上 其实真的要考虑到 考虑到很多事 好 然后 此外呢 因为有NetSpace的介入 所以你比方说 你还会需要 有 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 find PID NS 就表示 NetSpace 好 那再来呢 就是 呃 在 PID里面呢 会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叫做BMAP Page 好 那就是 因为我各自的PID 各自的PID呢 应该有什么呢 就是 我 应该要有个对应的 描述 那这个描述的时候呢 除了刚才讲 前面讲的group以外呢 其实呢 我们要知道说呢 呃 我的 对应的资源的释放 啊 资源的配置 啊 其实都需要的嘛 需要有效的机制 所以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 我们的讲那个process 并不是只是讲说 呃 他的PID是多少 啊 因为PID只是一个数值而已 再看一下啊 PID只是一个数值 我们之所以要有process 就是需要可以去隔离 隔离process 啊 当然你说 er process跟threat 既然它是很模糊的 那说它是不是可以 共用同一个空间 可以啊 但是看呢 看你的意愿 看你的情境 但是本质上它就是这种隔离 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管理的机制 那这个管理机制 是必须非常之有效率啊 像前面提到的 变形和多执行序程式设计呢 就讲这个lockless 好 那有些事情去翻阅 那在Linus Kernel呢 很强调这种lockless 以确保 以确保呢 我们这个系统呢 在这个scapitating 好 在多核 或者说在这种 系统规模扩展的时候呢 不会 不会 不至于呢 变成那个效能的瓶颈 那过去呢 那Linus Kernel在2.2 2.4的时代 其实蒙受很多这种 多核处理器的效能问题 好 那这些问题呢 陆续在2.6 有本质上的一个突破 好 那我们今天用的Linus核心 比方说最新的 此时此刻最新的版本是 5.17 那5.17来讲的话 有很多部分呢 都已经想办法改成这种lockless 好 那就是说呢 它不是没有lock 而是说lock跟lock之间呢 不会相互的干扰 那这个东西在延展成非常多核 尤其像前面展示给大家看的那种 一台有224核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上呢 这样的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此外呢 那在这个系统来讲话呢 配置记忆体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 就是说呢 你看在这个系统来讲 他就说 我今天要配置一个什么 配置一个1Million 100万的PID 那它就是它的耗费的成本 这个是算过的 好 那你看到这个有趣的地方是 我要去释放特定的行程 它对应的操作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好 所以你看到 你学的数学这时候就用得到 用来去描述跟规划 那再次呢 在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呢 PID的总量似乎有限制的 所以像我刚才那台电脑上呢 它看起来PID数量很大 对不对 但实际上 你可以去执行这个命令 去观察说它的那个值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上限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才的值已经很大 对不对 它的上限在这里 那时候PID的上限到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会有隐忧 不见得一定会有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呢我今天会有一个像 web server啦 或是说你要做一些benchmarking 你会去频繁的建立 跟释放行程 那我们在建立跟释放行程的时候呢 这个PID的数值会一直增长 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接下来 我刚才讲的web server 跟concurrent web server 跟benchmarking的需求的话 你的PID很过一段时间 可能会到它的上限 那就导致了我在建立新的行程的时候 会有问题 那解决方法也很单纯 就把这个字拉大 你说为什么这个 那为什么不开始用很大的字 因为这个很大的字 跟这上面的b面是有关的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有很多这种细节 其实它规范一个credit的上限 但是你势必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此外我们刚才不是讲到section 然后呢讲到这个tgid啦pgid 对不对还记得前面那张图吧 对对还记得这张图对 好那这个东西呢 在linux kernel都有对应的程式码 然后去告知你 然后呢再来是有趣的地方是呢 这个程式码是来自什么 在signal 为什么是来自signal 因为signal要 我要发送这些信息 发送这些signal 我要发送给谁 然后发送给指定的行程 指定的执行序 或者对应的pgid tgid 所以这份程式码 反而是出现在signal.h上面 然后呢再来是呢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又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做pidfd 那pidfd的话呢 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能它提出一个 一个obstration layer 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 就是电脑科学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一层 一层indirection 还记得吧 刚才那句话吧 所有电脑科学问题 可以再提出一个新的indirection 那所以显然呢 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indirection 好我们快速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在lwn 那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订阅 就是去支持 去支持这些作者们 而且你可以掌握那种新的资讯嘛 毕竟有花钱你就会这样 有花钱你就会 觉得说不要浪费自己的钱嘛 好 有花钱呢 然后就会有人提醒你 该把令子好好学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Linens kernel在5.4的时候呢 提出一个有趣的想法 它叫做pidfd 然后呢 在Linens kernel里面呢 其实很多东西呢 都有类似的风格 比方说呢 我们在Linens kernel里面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timerfd 好 所以你看喔 在Linens kernel里面呢 会有这个叫做timerfd 好 它是什么东西呢 fd呢 就是fire descriptor 不要怀疑 这个fd就是那个字 对 你说fire descriptor 不是拿来管理 拿来描述档案的吗 但是在unis的美好哲学 不见得是对的 但是美好哲学里面呢 它把每一个东西都当作答案 好 然后呢 在Linens来讲又把这个 everything is a fire 把它扩充成 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好 所以在Linens来讲的话呢 timer可以是一个fd 呼 对不对 你光听到这就很扯 对不对 没关系 在Linens核心设计的讲座里面呢 我们有专门有一个地方 会来探讨这个 这种 跟timerfd有关的部分 然后呢 signal也可以变fd signal 对不对 signal也可以变fd 对不对 这边signal就刚刚讲的signal 然后呢 fd就是你刚才知道的fd 所以就说呢 因为系统的signal很多 那我可以呢 用fire descriptor来描述它 所以呢 你就可以 就是 因为Linens来讲会有一些机制 比方说 比方说 Epo 像Epo这种机制呢 它可以 它本质上是一个multiple fd 就是说呢 我可以处理多个 就是我 就是 你要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Linus 有 像Epo这样的api 可以去做多个 多个fd的监控 追踪 所以呢 我 一旦呢 我把signal变成fd 我把timer变成fd 然后 或者是说 我把pid变成fd的话呢 我就可以搭配那种监控功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监控的需求呢 就是因为呢 pid的数量不止多 还有关键的地方是 如何去回收 因为呢 pid最简单的策略就是一直加 对吧 就是你一直fork 每次fork就一直加上去 这是最简单的策略 但是 如果说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像刚刚讲不够用的时候 就会遇到问题了嘛 好 所以你势必要想一个方式就是回收 那回收再利用这些是不容易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你怎么知道 这个回收再利用的人 不会有什么冲突 好 所以势必呢 这个管理呢 会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议题 那 所以有专门的机制在做这些事 好 那因为Linus的风格是什么呢 刚刚讲过来 Everything is a file descriptor 好 所以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用file descriptor来描述 你以为这样结束 还有更困难 UserForts 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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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PageForts 对 连PageForts 也可以用file descriptor来描述 不知道这在看什么对不对 欢迎来到21世纪 欢迎来到Linus核心 对啊 Linus核心呢 就某个角度想 它把那种过去那些很美妙的传统 然后把它重新发展光大 好 所以那个PID FD呢 实际在做什么事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更细致的去管理 它可以去 刚刚讲的可以做这种回收 这种使用 好 然后呢 这过程中呢 其实还有额外的考虑 甚至还有些安全的考虑 所以就像这个 底下这个 就是PID重用 到底会有什么安全问题 但在刚刚的评文章有提及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简单式 但是这个东西在Linus核心 是无可避免不了的 然后注意到你看 我讲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讲到排成7 你会觉得生气了 被敲碗了 你说我从晚上8点开始看了 你讲到10点都还没讲这个东西了 怎么办 你到底要不要讲排成呢 好了 既然要讲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了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 休息到10点 10点 休息到2.5 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排成器 那前面是在铺层 好 我们继续 我们在休息之前呢 就探讨我的这个 PID Test Track 相关的 然后注意到呢 为了要能够讲解这个 排成 我们就要讲解 Contest Switch 那为了要讲解Contest Switch 你要搞懂 我到底在切换什么东西 所以我势必要把刚才的 那些题材要讲过 所以其他 可以体会到 这部分困难的地方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讲排成演算法 说真的 根本不用有这个讲座 你回去看你孔奴书就好了 对不对 或是 好一点的话就刚刚讲 All Step 那个 Operating System Free Easy Easy Easy什么块 All Step 到底全名是什么 很少需要讲他的书 Easy piece Pieces 因为他有改过名字 一直讲不起来 他新的名字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说 就是排成演算法 其实真的只是一小部分 但是往往呢 过去在恐龙书 你可能以为排成演算法就是全部了 但不要排成器是排成器 排成演算法是两件事 对吧 就是你人生会有些法则 法则就是什么 成功法则 可能就讲起来很简单 什么 什么要诚信正直 就是你的法则 但是你这个人 那不一样 对不对 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个不容易啊 你不觉得每件事都可以诚实吗 或者有件事 你可能不想说谎 但是 你可能不会在第一个时间回答 对吧 没有那个必要 而且有可能会伤害他人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呢 我们在讲这个排成器 就一定会讲到 刚才提到的这个con switch 那你要搞清楚 我这个切换到底要切换什么鸟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了解一个句集 这个句集叫current 这个current这个句集呢 说 就是 认真来说它不容易 为什么它不容易呢 因为 对 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行程 其实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context 因为你要搞清楚它在哪一个CPU 还记得我们刚才在做实验吧 我们刚才做实验是不是 你能看到说这个程式啊 会跳动跳膝对不对 像看 我现在另外一台机器 现在有64核 那64核里面呢 嗯 抱歉现在没什么事可以做 找一个比较忙的机器看看 嗯 嗯 有比较忙碌的机器吗 嗯 太好了 这台机器比较忙 那这台机器的话就是 刚好它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诶 这台机器上呢 呃48核上有好几个 好几个什么 好几个 就是48核上 有事可以做 就是没有一个CPU是完全空空的 对吧 你没看到绿色的跟红色的部分 然后呢你会发现说有些CPU呢 它会复载会突然会增加 那过一段时间又搬迁到其他台 好 像此时此刻的话我看到 画面中的第 呃46核 46有任务 然后过一段时间46核又不见了 对吧 搬到比方说画面中的 第47核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变化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系统中呢 有133个执行序 那其中有4个 4个是 是Running 被挑出来的 然后 注意到画面用这个 这个这个词 Low的Average 这个东西呢 不容易 就是说它在解读上不容易 然后今年我们有学生专门为了这件事去 尝试去贡献定核心 让它可以更好理解 主要那个那个是值得长期大论探讨一阵子的 我显然我们现在还 呃我们聚焦的方向还是在那个 呃 这些基本议题 好 所以不要小看客人这东西 客人这东西难就难在什么 它跟CPU是有关的 好 所以它不只是context而已 你要搞清楚说它在哪一个CPU 好 而且你要知道呢 每一个CPU呢 其实它有独立的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的作用是什么 是指向下一个要执行的指定的地址 好 所以你看到今天呢 我会有好多个不同的CPU 那每个好多个不同的CPU 它可能下一步要做的是不同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此时此刻这些CPU 以SMP来讲 它可以读到同一块记忆体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存取机体内容的时候 我可以存取到同一块 但是各自要执行的程式 要到挑到哪一段 又是怎样 又是各自决定的 程式是共用的 但是要挑到程式的哪一段 是由各自CPU去决定的 好 那而且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每一个CPU有完全独立的 Level1 Cache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稍后讲那个 Linus核心设计的 那个Scapility 那个部分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会变成 关键中的关键 好 所以我们讲那么多呢 就希望呢 各位了解一件事 就是这东西呢 它的这个彼此的关联 是很大的 然后 为了要让这个存取更容易呢 Linus Kernel呢 提出一个Macro 这个Macro本质上呢 它对应到的东西 叫做GetCurrent 注意到Current最早的时候呢 它其实它是指标 但是因为后来呢 就会有什么 多个CPU的需求 所以后来呢 就把它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一个Inline Function 但是以前的确是指标 那这个Inline Function 它会回传 这个CPU上的 的什么 的Current Task 所以要搞清楚 我们切换 是要搞清楚说 我是切换哪一个CPU的 好 那终于可以讲到Carway Switch了 终于可以讲到正题了 对不对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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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个什么 八点听到现在 听到十点半了 终于什么 终于听到这个 好 但是也不要太灰心了 因为我刚刚 把这个 我们的讲座改一下 就是我们预计 本来是要讲两次可以讲完 那看起来应该要讲三次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有上 中 下 此时此刻是在上 那下一次你会看到中 然后之后我们再加个下 好 那在Carway Switch来讲的话 它对应的方式叫做Schedule 但注意到这个Schedule 后来它也有一个变形的版本 比方说它有一个版本叫做Schedule Tick 就是你在那个Links课桶里面呢 你要搜寻叫做Schedule 抱歉 Schedule Tick 好 抱歉 它不为之在这 就是 啊 怎么办 新的课桶改过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个 Schedule 等一下 我想想 新的 就是写书的时候会一直看旧的版本 然后但是 但是课桶会变新的 好 这是写书我觉得难的地方 就是说 在新一点的Links课桶呢 把这个Schedule拆成好几个部分 因为我写书是涵盖4.0到5.0 所以 我有时候还在记旧的东西 好 那总之呢 就是在Links课桶里面呢 就是 主要排成的的确是这个Schedule 但是呢 依据它的需求它会拆 会拆成好几个不同的部分 所以 所以 它会有这么多的变形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其实 这一份投影片呢 好 讲的东西呢 不全然是对的 好 因为就是 我们在这份投影片呢 讲的是这个 嗯 Schedule 好 那但是其实Schedule有 有很多变形 好 所以 呃 你可以把它认定为什么 就是说 它是一个集合啦 就是它是 它是个主要的方形 好 但是在不同 在不同场景它可能会有 呃 对应到不同 特化的 特化的实作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讲的是主要 主要去 主要排成的操作 然后不管 呃 像什么IO啦 或是其他的那种 Default Work 这种 呃 这种比较特别的Schedule 它还是要排成 但是就是 呃 我们 现在只讲行程 好 而不讲那些Default Work 好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呢 呃 Countest Switch到底要 到底是在切换什么 首先呢 第一个要切换东西 Hardway Context Hardway Context 就是说像这个 Poon Counter啊 还有些关键的 一些 呃 呃 占能器 这些东西跟 行程执行过程中有关的 你会影响到的 那这边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呢 并不是所有 硬体上的这个 占能器都需要保存 那其实要看场景 哦 例如呢 有一个场景叫做 Lazy FPU Restore 就说呢 在现代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呃 其实它的占能器 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哦 例如说呢 那在现在的的 占能器来讲话 而现在的电脑来讲话 会有那个FPU 哦 FPU的占能器呢 那个数量非常多 而且这件事会随着版本的提升 随着硬体的那个 年代 随着硬体的这个 复杂度提升呢 这东西会变得更 更复杂 好 而且更反的地方是什么呢 还会有Thin-D 跟FPU 一般说 Thin-D跟FPU 会共用 共用那个 占能器 但是有些架构可能不是 或者说 有些架构会有些 扩充 例如说呢 像ARM的来讲话呢 它会有Thin-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是一个很强大的极致 它可以来加速很多操作啦 比方说 语音辨识啦 熊登灵啦 ARBR啦 这都需要这个Thin-D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需要额外的占存器 而且这些所谓的额外占存器呢 很多 那随着 呃 处理器架构的变更呢 这可能会继续增加 所以比方说呢 在一开始呢 从ARM第6的时候呢 ARM的架构第6版的时候呢 增加Thin-D 后来发现呢 这个 不够好用 所以又搞了东西叫Advanced Thin-D 那呢 那后来干脆改名字叫Nian 那Nian呢 又发现不够了 又只好出一个Nian2 反正就是一直就发现不够 所以总之来就跟你讲说 什么是呢 就是这些浮点数 这些Thin-D 它会有额外的占存器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说呢 通常 通常呢 作业系统呢 它会做一个最佳化机制 就是说呢 我并不是时刻都需要切换 你想啊 如果有两个行程 这两个行程可不可能 永远都用到FPU 不可能 时刻都用到FPU 不可能 就是它有需求 但不代表它时刻都用到FPU 往往呢 用到FPU呢 可能是程式码其中一段 或者 某一个部分 才会用到 频繁的用到FPU 不然往往呢 只是什么 只是说呢 我宣告我要用FPU 但是 我不会在每个时间点都用到 那既然不会在每个时间点都用到 那最佳化的策略就是说呢 我如果发现 A行程要切换到B行程的时候 这两个行程呢 都没有用到FPU 或者说在某个时间内都没有用到FPU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 把FPU的占存器的状态存下来 或者说呢 这两个行程呢 只有一个有用到FPU 那我当A切换到B 或者B切换到A 反正两个行程只有一个用到FPU 所以我就不切换FPU了 FPU的占存器我就不切换了 我就不去变更了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的安全问题 比方说画面中这个Lazy FPU Restore 这就是有些有心人呢 去窥探FPU里面的资讯 那从而呢 让一些运用到FPU做这种最佳化的 比方说AES这种 或是用到SYND 因为SYND跟FPU是共用占存器的 在很多架构 是共用占存器 所以 因为用SYND去加速FPU 用SYND去加速 去加速加密演算法 或是类似的那种多媒体运算 这是常态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手段存在 好 但是呢 那这过程中也让你知道 就是说这些HardwareContext 并不是每一个战存器 而是看到我有需要 这可能会搭配一些额外的一些 最佳化策略 好 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战存器之外呢 你必要资讯呢 比方说这个 这个Process Descriptor 这个也要存 然后 那 包含说这个模式切换 对不对 因为我们那个行程 执行在UserSpace 它会有 对应的HardwareSpace 还有对应的那种HardwareSpaceID 或是类似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呢 详细你可以去参与 Linux核心设计 记忆体管理 就专门在讲这个虚拟记忆体管理 的部分 那所以总之呢 就是说呢 在这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保存很多资讯 我们需要保存一部分的这个HardwareContext 然后一部分的这个ProcessDescriptor 此外 那在Linux的实作呢 非常有趣 Linux实作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软体的手段 也就是说呢 有些硬体呢 会提供硬体的这个Context Switch 例如说呢 在一些特定的场景 像DSP 某些DSP呢 它就很强大 它可以直接做这个Context Switch 对比好用 这有些硬体 有些那个 呃 不是这个 我想想 我还找的是 DSP DSP 呃 抱歉 很久没看了 我要想一下 嗯 好啦 你先 你先记住结论 我把这问题记下来 嗯 好啦 可能类似这个东西啦 就是 但不是这一篇 就是 我其实不是看了这篇 只是刚好那个 呃 李曾坤教授的研究生 刚好以前有探讨过这个 就是那个 呃 他们就之前就有探讨过 像那种DSP 好 DSP有专门的那种 专门的那种 Context Switch 好 那注意当然 因为这种呃 呃 在有些处理器架构 比方说 呃 Value Long Instruction Wide的这种 这种架构 其实可能会有什么 呃 可能会有那种 在 在需要 切换 或者成本很高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呃 额外机制去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在讲话 透过一些调整可以降低 Context Switch的 负担 可以降低30%的负担 呃 呃 就是在这些特制的这种场景下啊 就是会有一些 专门的指引 或者专门的机器去做啊 但是Linux呢 考虑到 跨越平台的需求 所以呃 其实它有很多是用 呃软体的手段去 去去实作的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些呃 S86架构的一些背景知识 在 Intel的S86处理器呢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它 融合一些过去的 呃 在超级电脑的手段 比方说呢 在这个 算 早期的 S86上呢 其实只能执行DOS 这种 相对简化的作业系统 但是呢 其实 S86很早就考虑到 这种 呃 呃 不同的这种 像保护模式的需求 呃 即使呢 在1985年 其实没几个作业系统 用到保护模式 但是那时候处理器先做 好 然后呃 80386呢 或是类似的这个 S86家族里面的处理器呢 它其实他们会针对像那种 呃 呃 任务切换呢 它提供一个东西叫做Task State Segment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来帮助来储存这个 Hardware Context 好 刚才前面讲的这个Software 就是讲说呢 Linus有提供更通用的手段 好 然后你可以先忽略这个部分 或者说时候慢慢看 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跟你讲说呢 因为Linus 考虑到不同平台的需求 然后 所以这些资讯呢 其实 也应该记录在Task 好 所以事实上你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Task 看到那种高达800行 的Task 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 好 就是一个跟平台 尽可能跟平台无关的 但是一定有部分呢 是跟平台有关的 好 所以不管是用到刚才讲的 80386引入的这个TSS 好 或是说像这种 呃 通用战略器啊 像什么EXEBX 好 这些所谓叫Kernomal Stack 好 这个东西其实也要额外去保存 那这边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可以让各位更清楚 这个中心的演化 那最大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2018年 好 那所以有些资讯呢 可能是 可能过时 好 所以你 包含说你看这个讲座 还有这个讲座所提到的参考资源 都有这种问题 好 但是我希望呢 可以 呃 把新的资讯带给你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会 呃 尝试每个月 好 都去更新教材 然后不定期去更新我们这个讲座 解说的 解说内容 好 好 然后呢 呃 Counted Switch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么单纯的样子 好 注意到那是 那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啊 理想情况就是说呢 我从Process Number 1 呃 Process 1 不是Number Process 1 切完了Process 2 好 那中间呢 势必呢 会有这个排程器的介入 但是不是只有排程器 好 首先呢 我要有个机制呢 去触发这个 核心的服务 好 不管是Process A还是Process 2 Process 1还是2 都是在User Space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机制呢 这个机制呢 像是 Soway Interrupt 比方说int body int body int body h 哦 可爱的h跑去哪里 呦 好 所以就是说呢 呃 我们其实会需要一些特别的指令 指令 比方说呢 int body 或是 body h 好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就是特殊的指令 好 那这个特殊指令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它可以 变换模式 好 最大的本质上它就是触发一个chap chap 那这个chap呢 一旦呢 系统有注册对应的chap handler 好 的时候呢 就可以就可以去送 好 所以 多半的时候呢 user program 是执行在user space 但是呢 一旦要出 使用系统互交的时候呢 就可以透过 刚才讲的int body h 好 这个东西是在intel 或是md的这个s86家族里面的 好 那后来这个指令呢 换掉了 后来这个指令换成 那个在paint 2的时候 换成sysenter 好 那换成这个sysenter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 呃 处理效率提升了 好 然后注意到呢 呃我们 我们讲的80386啦 或是paint paint 2 其实都是 呃 只是一个cpu model 好 那真正关键真正有具有影响力的东西 我称为叫microarchitecture microarchitecture 就是说呢 呃 我们讲的microarchitecture 是讲这种 呃 细部的 就是说它内部呢 怎么组成的 所以呢 这个讲这个 讲这个 内部的组成 然后这个内部组成的话呢 就像这个 你过去可能 还有印象吧 就是说什么 ROB 就是说 你今天涉及到像这种 呃 呃我要怎么去decol啦 我要怎么去 从这种 呃 一般的指令 然后对应到它的 我们在做super scaler 在做out of old execution的时候呢 其实我需要这种ROB 来做 来协助你去做处理 那这些就是它细部的 细部的这个真正的实作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呃 这些microarchitecture的演化 不管它怎么做呢 往往呢 系统呼叫的成本 会持续的去降低 当然很不幸的地方是说呢 呃 这个是目标 这也是合理的对不对 就是呃 我们都希望说 微处理器架构 有演化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 系统呼叫成本可以 越来越低 的确呢 在从以前到现在的确 这件事是发生的 但是这很不幸的 这几年又发生一个悲剧 什么悲剧呢 就是你知道那个新的供给宝出来了 比方说呢 我们在今年我们发表一篇论文 呃 我们在pdp2020 就是它的那个论文集 应该快出来了 你可以把它记下 pdp2020 那pdp2020呢 我们就发表一篇论文 就是讲说呢 呃 虽然呢 这个什么 你看这边 所以就是说系统呼叫 系统呼叫的成本呢 其实一直在 一直尝试在降低啦 就是 就是 会这些 这些cpu的供应商 他们会发展新的指令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指令 去降低这个成本 但是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后来呢 因为有一些 新的side channel take出来 像呢spectral 跟mildown 像mildown 跟spectral 他们出来之后呢 为了防止这些手段 防止这些side channel attack的手段 所以呢 往往呢 遇到个悲剧 什么 悲剧就是 呃 本来呢 cpu是会越 这些cpu的处理 会越快 但是 但是很不幸的 这件事变慢了 为了要去防范 刚才讲的mildown 而且这种东西呢 还会有改版 就是说 有防止的手段 然后就有人想出新的攻击 所以 原则上它就像个 潘朵拉盒子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 有工有防 就没完没了 就一直下去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悲剧 悲剧是什么呢 本质上呢 这些东西会进步 所以呢 但是 反而这几年 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而且这些side channel attack 在什么地方 可以有最大的利多 就是这side channel attack 对于攻击者来讲 什么地方有最大利多 就是那些data center 也就是google microsoft 亚马逊 他们在管那些data center 因为你只要窃取到 一笔资料 你就出名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呢 这些云端供应商 他就算99%的时候 都是做对的事情 但是只要被窃取一份资料 很可能他的信任就破解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呢 就发表了一个天证案论文 就说呢 我势必需要一些新的手段 好 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手段 叫做system code aggregation 就是说 因为系统胡椒呢 是这代价呢 本来是降低的 但后来又拉高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试着 把好几个系统胡椒 聚合起来 一次去做 好 再跟你讲结论 结论就是说呢 这件事呢 在我们一些 场景 都证实它是有效益的 所以我们要看结论 结论就是说呢 那我们在一些场景呢 比方说它可以有办法 去提升192的效率 而且像NGS跟Redis 这种真正的 在真实之间 获得应用的 像NGS呢 它是 从去年开始 它是 世界上市占最高的web server 那在 那个 NGS呢 也可以获得 一定程度的这个效能提升 所以你看 这么多的画面 再没有列出来 大概12 那我们在今年呢 预计还会再做 希望在今年或是明年 会发表一个新的研究 就是 去 因为 因为今年发表是 针对系统估价 那我们今年会 针对那种AIO 会再去做介绍 那等我们材料准备差不多时候呢 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 分享这个部分的成果 好 所以你看 这个是Trip 然后 那 跳到核心模式之后呢 才去真正去做排成的 那你过去知道那些策略啊 不管是Rone Robin First in First out 这种策略呢 都是在这个Schedule在做的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花时间的 那当我们把 排成器的策略都决定完之后呢 才是什么 才是真正去做切换 所以注意到 刚刚有个具体叫什么 叫Switch 2 就真正在做这个切换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既然呢 知道要切换到谁的时候呢 那要切 要切回去嘛 要切到User Space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iReturn 好 然后呢 在很早期 很早期的版本呢 它就东西很单纯 就是说呢 因为有 我刚才提到的像那种Key Ashes 这样的协助 而且早期的Linux核心呢 也只能在S86家族上执行 所以它就是几乎都是把刚刚那一套搬过来 早期的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机制也没有啦 反正就是anyman懂 反正就是早期 然后 偶尔要处理的东西是那个FPU 就是说呢到底要不要存那个FPU 所以其实早期就有这种机制嘛 就是说 要不要去做 那你看喔 很有趣的地方是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0.01版到0.11版 其实呢那个程式码没有差多少 就是因为刚好呢 刚好在硬体来讲 80386有很好的那种机制 所以就可以很容易去去撰写 然后注意到那时候Current 注意到那时候Current 是什么呢 那时候Current就真的是一个 就真的是一个什么 就真的是一个变数 是一个指标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相关的说明 我们就 不是略过啦 请你慢慢看 好 那接着呢 在1.0的时候呢 有很重要的事情 1.0呢 开始去考虑到 不同处理器的需求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呢 开始就 就开始做一些更洗电 更能处理 但是当时还是只能处理 一个单一处理器 就像那个Uniprocessor Uniprocessor 它就是 这个不好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单处理器 你可以翻译成单一处理器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处理器 不要搞错啊 你看咯 我们讲的是Single Single Single就是单身狗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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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什么叫Single Single就是说你跨年收 我好想去跨年喔 找不到半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叫Single 但是Uniprocessor不是这样 Uniprocessor是什么呢 就说呢 像我们的电脑 像我这支手机啊 我这支手机里面呢 它有多少个CPU呢 它有十个CPU的盒 十个 但是开机的时候呢 很可能只开其中一个 因为如果说你一开始就 开机的时候就开十个盒 可能会打架 对不对 所以在这 以我的手机来讲完 它的流程就是 通常就是先开一个处理器 好 那一个处理器呢 它可能就会开始做一些必要的手段 然后接着把其他的九个CPU 叫起来 CPU盒叫起来 那所以呢 一开机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状态就是Uniprocessor 然后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指定 指定Linus呢 开机的时候呢 就不把其他九个CPU叫起来 我从来只在一个CPU跑 所以就说 我这支手机里面 有九个CPU盒 但是呢 有十个CPU盒 但是呢 我可以让这九个CPU盒都去睡觉 只用其中一个CPU盒 这可以的 所以我们讲的Uniprocessor 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处理器的 不能这样翻译的吧 你可以说它叫做单处理器 或是单一处理器 但是你讲说一个处理器 那个意思就不一样 一个处理器就是Single 你一个人 但是那个单一跟一个人 你知道 我知道这样翻译是不精准的 但是因为我们汉语就 你知道汉语很含糊啊 对不对 我们汉语翻不出 翻不出 one off 对不对 然后 跟那个Single的差别 就是 多个里面的一个 跟Single 其实这个是分不出来的 好 Anyway 就是说呢 在这个1.0的年代呢 其实还是只能在这个单处理器 单核处理器的这个情境 不过这个地方就有去改进了 就是说 你看 跟那个上面比起来 就是原本的 就只是用那个硬体 那个80386 TSS 但是在这个场景来讲 就考虑到什么呢 就考虑到中断 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呢 这个东西的存在呢 就是考虑到这个 考虑到 中断控制器的行为 那这个中断控制器的行为呢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要使作spinlock 在单核处理器 如果要使作spinlock 就是 就是intradisable 跟re-enable 就可以做到那个spinlock 然后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在多核处理器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这个概念 但是扩充 就是做出真正spinlock 在单核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 spinlock是什么 是那个intradisable 跟enable 因为 中断是唯一 在单核的处理器上 中断是唯一 让程式的执行 出现例外 出现这个非一局的状况 因为如果说你充分到只有 就是完全没有中断 你就是想 就是cpu执行什么指令 你给cpu执行什么指令 cpu就一定执行什么指令 但是呢 只要有中断 或是extraction出现之后呢 你可能 执行到一半 突然timing突然发生 所以你就要跳到 timers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所以这会导致你程式的顺序 跟你的写作会不一样 然后后来东西大概猜得出来 后来呢 就一定跟多核处理器有关 对吧 那这个多核处理器呢 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Linus跟那个铁达你好 铁达你好 有很大关联 Linus跟铁达你好呢 有很大关联 为什么呢 你看喔 这个刚好就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看到以前的讲座啦 这个就是在 喔 这个这个 Jack跟Ross 就是这个 好 这边有很多字 你看一下 我喝个水 这个呢 注意点 不要小看铁达你好 对立的史影响 铁达你好 对立的史影响 有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铁达你好 当初在拍摄的时候呢 人类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当时呢 在衔接这个 呈承这个 运算的公司呢 叫什么呢 就是叫 制作这个 制作动画的公司呢 叫做Digital Domain 那你听过什么 Apple 13 天崩地利 第五年述众 很有名的电影 其实就是来自这个 Digital Domain公司 然后Digital Domain 这家公司呢 在1997年的时候 接到这个 其实不是 更早 96年的时候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铁达你好 需要很大的运算 因为 他这个场景非常的 非常的复杂 那甚至呢 当时呢 这个剧组 甚至建了这个铁达你好的一半 不是前半段 也不是后半段 是一左一右 就是说 比方说左边是真的建的 右边是画出来的 类似这样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就叫什么呢 就是呢 呃 当时主流的 伺服器 并不是S86架构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 是吧 90代 但是 S86给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 因为是物美价廉 然后注意到Intel 其实不是一直都是霸卓 以前是物美价廉 或者这个 就是 现在领导地位 那当然后来就会有那个MD 对不对 MD就是那个 强势回归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在伺服器市场 MD的市场 还超越Intel 曾经有一段时间 几乎超越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当时呢 可能会选 比方说像那个Digital公司的那个 Dec的那个Digital Unix 这种方案 但是那个方案有个很大问题 就是它第一个呢 成本比较高 第二个是说呢 今天这个运算呢 可能规模要扩展 所以同样的运算呢 要怎么让这个规模扩展 注意到呢 我们在台湾呢 有时候讲cost down 你会觉得很丢脸 但是老外其实也会cost down 而且老外cost down呢 不是cost down的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cost down 人当然也可以cost down 但台湾 你知道台湾很多人 很多人就只能cost down人 因为 机器管不到 只能管人 然后你看注意到这个 所以当时呢 这个105台机器呢 新的机器安装Rehead Linus 但是这个讯息一直到今天 Rehead Linus还是拿来当新闻 就是 Rehead很多新闻稿都不见了 但是1997年的这个新闻 一直都还活着 因为这是Rehead 那时候募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然后你想 Rehead呢 在什么时候上市 1999年 所以呢这个新闻很重要 那 为什么这个东西呢 你看哦 铁达尼号的拍摄 选用Rehead Linus 维护的这个Linus的系统 然后呢 Rehead这家公司在 没多久呢 就上市 那上市之后呢 让Linus的生态获得巨大的成功 那所以呢 也让Linus 不是只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 好玩的东西 那变成一个工业标准 所以呢 铁达尼号呢 间接的带动了 整个Linus的这个 的发展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小看那些事 好 然后呢 这个铁达尼号的发展呢 呃 不只是影响到整个生态 你们注意到刚才的处理器 刚才讲的处理器呢 其实很多都不是那个 S86的处理器 它会是α的 然后α处理器呢 它本质上就是多核处理器 那为了要应用多核处理器的需求 Linus 2.0 也加入这个部分的设计 所以呢 它就不是只有UP而已 它会区分成 是UP的版本呢 还是SMP 对称多处理器 对称多处理器的机制 所以你看到这两者的 就有一些显出差异 你看到 这是UP的版本 那底下呢 是SMP的版本 SMP的版本多这个 GetCPUID 你看这边就没有这个 所以你看到 我们在做Hardware Contents切换之前 其实要搞清楚在哪个CPU 所以这导致后来的Current 就不是一个变数 也不是一个指标 指标就是变数 就是说以前呢 你看到 早期的版本呢 这个 虽然真的组合也看不懂 但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显然是个变数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从这个Linux kernel呢 2.0以后 就考虑到多核处理器 所以那个Current 就必须要锁定在 某些CPU 那注意到呢 2.0的时候 写的东西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丑一点 那所以2.2呢 又把这个东西扩充 重新做 做做做做变更 那你会看到后面 就复杂很多了 但是 但是SMP呢 从这个2.0呢 就逃离不掉了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一个改进 然后2.4的核心以后呢 整个Linux kernel的生态也不同 就像刚才提到 1999年的时候 是那个Rehead 要上市 然后呢 大约是那个时间点呢 你听过 或是你忘记的那些公司 像什么SGI啦 IBM啦 HP这些公司呢 陆续的投入到 Linux kernel开发 当然这20年就很不一样了 就是 恰好呢 21世纪的第一年 是从哪一年开始呢 就是从2001年的元旦开始 然后 这21世纪呢 就有很多那种知名公司 把后来 把后来加入的那个Microsoft 跟Google 也是对Linux kernel做了很大的投入 那所以呢 后来Linux kernel的投入 在这个Connect Switch的Beat 就更复杂 对不对 去看那个个别的版本 然后图就越好 你们看到这个 画成这样就变得复杂很多了 但是不管怎样 它都有一个起点 就是大家能够去 满足 多核处理器 满足说 要知道什么样的排程情境 然后呢 要能够让 通用程式码 跟平台有关的程式码 可以抽离开来 所以我希望呢 那大家 在了解那个Linux kernel的时候呢 一定要很清楚 他的这个目标 他的 他的那个发展的目标 跟他的那个走向 好 好 详细呢 请你务必要把这个看完 你会获得很大很大的启发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就是说呢 在这个 排程来讲话是这样 就是 testtruck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部分 称为叫threadstruck 好 那 threadstruck里面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栏位 有个栏位呢 有个栏位呢 就叫做thread 然后呢 这个threadstruck 又是 定义成这样 然后 那这边就是 针对平台有关的部分 就是tss tss 就是80386 是从那个 80386以后 就存在的这个task task switchsegment 好 那当然不同的这个处理器架构 就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写法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平台有关 那这个地方是跟平台无关的 跟平台无关的地方 然后之后呢 它的那个threadstruck 会跟平台有关 然后这个东西呢 也会随着 这个版本的变革 此外 你还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 每个行程呢 其实它都会有对应的这个 edgespace 然后 不管它是共用的 不管它是用之前的 还是建立一个新的 反正都是要有一个对应的描述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 patch global directory 所以就是它去描述它对应的这个edgespace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排层 就会讲到行程 那讲到行程 就会讲到记忆体管理 讲到记忆体管理 就会跟这些东西有关 所以很多人在看我这个讲座的时候 就觉得 这很乱呢 怎么东讲一个西讲一个 所以请你原谅我 因为 这需要很多 很多 资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写一本书 对吧 就是因为 讲座的话 那虽然可以给你最新的资讯 但是必须 对啊 还是有本书 完整的揭露给你 比较好 好 然后再继续看 所以呢 呃 一个呢 是跟这个edges edgespace有关的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跟这个howycontext 好 那还有刚刚他相关的这个 模式状态有关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呃 你在追踪原始程式码时候 要非常之小心 好 因为 呃 很可能书本啊 或是一些文章 所提的内容 跟现代程式码 已经有些落差了 呃 然后你也不要只是用Google搜寻 因为Google搜寻很浓 就Google搜寻的 他 你知道Google没有责任去表 去对那些搜寻结果 去确保它的正确性 尤其技术文章 所以往往你在Google搜寻 得到的结果 往往是一些 某种演算法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鸟 这其实讲讲荒面 我们看 我们通常讲演算法 我们学communal science的人 听到演算法应该是什么 是很明确的 比方说它就叫much sort 这东西叫做 这东西叫做 quick sort 或者说这个东西叫做 嗯 叫做什么 shuffle 什么的 就是你会想一些 一些algorithm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 但是你看到 在在现在 人们讲演算法就是 就是它的潜台词是什么 人们讲演算法的时候 就是说我不知道 脸书在搞什么鬼 它排的顺序跟我期望的不同 对不对 就是把它变成巫术了 所以其实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 有时候很悲哀啊 就是有些词都乱用 对不对 传递爱的讯息 你在讲什么东西 演算法 那不是演算法 人多人讲 哦 脸书 因为脸书演算法的关系 嗯 什么 你在讲什么鬼 是 因为脸书变更 排列顺序 你就这样讲嘛 或者说 我不能理解 脸书演算法新的顺序 这就好了啊 对不对 你讲什么演算法 自己也好像很厉害 很乱讲啊 演算法就必须很明确 不明确就不叫演算法 对不对 或者把它改成巫术也可以 好大会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你看一些材料的时候 要很小心 所以我强烈建议说 你读 读那些文章的时候 读一些书 好吧 我写的书在内的话 你最好就是 准备一份sauce code 不是 sauce code 准备这样sauce code 而且是git 就是说 你要搞清楚 它的那个开发的历程 例如说 比方说呢 你看程式码的时候 就不是只是看那个 看内容而已 最好是gitlog看 或是说搭配像那个 搭配像那个 搭配像什么呢 就是像那个 git blend 用git blend的话呢 有个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知道说 每一行 对应它是乃什么commit 这很关键 因为你知道 它们在改什么 然后你发现有些 有些部分的程式码 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改过了 像这一行 对不对 这行竟然从那个 2007年到现在都没有改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有些历久明星了 但你反过来说 有些code 它是改的很频繁 所以表示它的 它在业点 那所以注意到呢 请你把你的核心 当作一个什么 它是活生生的东西 所以活生生的东西 你要照它的历程 对吧 就像你看一个小孩 你不能说 只看他现在的成就 只看他现在的表现 你要想 喔 想君小时 必为了了 你看一个人他很平庸 我说喔 你要说喔 你小时候你很优秀 对吧 要对 对吧 这垃圾话 听听就好 所以就是说 你看Linus Kernel的时候 你要想 就是他的怎么演化 这才是关键 好 那这边呢 结录一部分的那个Linus核心的程式码 那里面做Counting Switch的部分呢 那里面有 就会用到这个Switch 2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呢 跟平台有关的地方 还记得刚才 那篇写的非常之长的文章 对吧 就是很多地方呢 是跟那个Architecture 有很大很大的观点的 你看画成这样图 已经吓傻你了 对吧 但是不管怎样的 这张图终究还是有 你可以懂的地方 比方说在 等一下 你可以懂的地方在哪 你可以懂的地方在 好了 勉强算这个 就是算这个 假设这个地方是你可以懂的 对吧 就是你要去切换Earth Context 但是前面有些很多东西的设定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什么 就是前面这个 就跟Architecture有关的部分 那后面还加一些比较特别 比方说Main Barrier这种东西 做人家对照看 那这个东西 这个关于Main Barrier的话呢 在这个 呃 变形和多指引序程式设计 讲座里面的探讨 好 那所以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现在的这个Context Switch呢 它其实已经不是只是 呃 切换那些 register啊 或是切换Context而已 所以下次你被问到说 什么是Context Switch 你要你要请他问说 你想听什么版本 你想听一分钟可以回答的版本 还是 五分钟可以回答的版本 还是一个小时都讲过完的版本 一个小时讲过完就这个版本 你要问他你想听什么 好 你想听什么我就讲给你听 好 然后你要一边讲了一边的嘛 你去面试的时候一边讲 哦 这就是我以前的这个著作 那这个 请你参照 啊 你要索取签名是吧 我签一个给你 好 你要你要敢跟他讲清楚说 你要什么版本 因为呢 这个东西呢 跟这个听众啦 跟他的期待啦 或是说 你要探讨这个事物 你其实你要讲清楚嘛 对不对 就Context Switch呢 你可以讲 真的只讲一句话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讲Ninskno 你势必要把这个 前因后果 好 讲清楚了 讲清楚 否则你只是 连皮毛都摸不到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那个Switch2 Switch2呢 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这个有趣在哪里呢 是他的Prototype 好 好 来看Switch2 Switch2 如果你去Lininskno 里面找 搜寻Switch2 好 那接着呢 你会找到一大堆 好 对 忘了讲 这个目的叫什么 这个目的叫做Architecture 好 就是不要念Arch 是要念Arch 因为它是Architecture 就缩写 好 然后呢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你可以去搜寻 Switch2 好 那在Switch2来讲话呢 你会看到不同的架构 比方说这边写的就是什么 Alpha的架构 对吧 那底下呢会有Arch 好 然后Arch 64为你的Arch 然后 或者其他的 诸如此类这些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看哦 如果看这个I64 I64是一个古老的架构 它不是64为你的Arch 64为你的Intel 目前你用的架构不是 你目前用的处理器架构叫什么 你处理器又叫做S8664 所以不要搞错 S8664 而且 S8664是谁定的 是AMD定的 对啊你没有听错 Intel的东西 特别还有 Intel的现在的处理器的架构是 AMD定的 那 但是AMD最早呢 它的存在是作为 S866处理器的 Second Source 那是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采购规范 对Intel的要求 所以当初 MD獲得Intel叫它授权 但是 因为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你想要知道这原因的话 我知道你一定想知道 对不对 然后你会去找我们的好朋友 叫吃汗水球 吃汗水球 不要怀疑就是那个吃汗 对就是吃汗 吃汗水球 这个吃汗水球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在写一些好玩的东西 反正吃汗水球就可以讲一大堆这种历史故事 反正你想要知道历史故事 你就去找这个吃汗水球 可以找到一大堆啊 什么阿法工作站也可以找得到 反正这个很狂啊 反正什么鬼都可以有 然后你说那个SWISE有没有 有阿 反正你只要想要看处理器的故事都可以讲 你说HPUS可不可以有 HP自己的UNIS 也有 反正它就是这种人 好 所以你要注意到 刚才看那一段程式码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看 它有三个参数 你说Switch2为什么有三个参数 对不对 好玩啊 有趣 不是好玩 就是这值得我们思考 Switch2它有三个参数 这个三个参数的存在什么呢 我们来思考 如果我存在只用两个参数的话 这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今天Switch2当然是希望从A切换到B 对不对 这叫Switch2 Switch2 对不对 这听起来 这听起来不难懂 对不对 可是呢 问题来 我切换的时候呢 我切换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 因为我切换的时候呢 这些暂存器 这些内容 它可能会有些变更 所以我往往呢 我们其实需要一个目前的状态 这点是 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的确是从A切换到B 这个 这个是没什么错的 就是我们的目的 可是呢 在Linus来讲的话 额外想件事 额外想的事情就是说呢 额 它有提供一个参数叫last 这个last 在想什么事情呢 last在想是 你就想说它是目前 就是说 额 因为我切换的时候呢 我势必 势必这些 不管是什么 变数啦 或者它内部的资讯啊 对不对 就是 会被盖掉是什么 所以它有可能会被盖 盖掉的资讯 所以你可以比方说我写一个什么 ABA 好 那这个ABA 好 就是呢 我A从 从A切换到B的时候呢 那A的内容会不会 会被换掉 然后呢 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好 我把A 变成一个last 然后呢 我也可以指一遍 比方说C变成last 所以总之就是呢 它要避免那个 那个内容的变更 所以那个 区变数的内容变更 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这又是实作的一个巧思 所以 虽然你从意识上知道说 Counted Switch要Switch 这些东西 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什么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呢 它考虑到这个实作 实作的这个特性 所以 那个last 最主要的是 我要保留什么东西在那边 就是我在切 在做Switch 我要保留什么 好 但是呢 概率上呢 还是可以把它认定成呢 它就是从A切到B 从Previous切一般到Next 然后这个相关的演化呢 可以搭配刚才那篇文章 以及底下这个部分 好 讲完这个 Switch 2之后呢 我们终于呢 可以再更 schedule 再往前走一点 好 从Ninscone 2.2的时候呢 它开始引入所谓的叫做 scheduling classes 这个scheduling classes 就是说呢 我能够去针对不同场景 那Ninscone 2.2的时候呢 开始针对的场景就是 Riotime Riotime Riotime的最主要两种 Python器就是 Long Robin跟 First In First Out 或者这种FIFA 那这个 RR跟FIFA的这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 其实这两者 最大差别就是在 Time Size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把这个Time Size 把它变成很大 那原则上就变成 First In First Out 那这两个东西都是 针对这个Riotime的排程 那后来的Ninscone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去扩充不同的 这个scheduling classes 好 然后最强的 注意到这个 以强制程度来讲的话呢 强制性最高的就是 叫Stop 注意到很多人以为 Stop是最小的 不是 它恰好是最强制的 然后第二强的叫Dayline 然后再来是Real Time 然后再来是一般的 然后注意到的这个 CFS呢 它就是叫做Schedule Normal 那有趣的地方是 它也可以叫做Other 所以 这东西很讨厌 就是 因为呢 科罗会演化 是比方说Schedule Other ScheduleOther 可爱的Other跑去哪里 Other 我什么写出字啊 咦 为什么找不到 咦 为什么找不到 奇怪 看一下 嗯 这为什么找不到 太丢脸了 Other 好 不知道是哪里打出字 还是 搜寻有时候 好 就是在Linus Kernel里面 Normal跟Other 它是不同时期 最初是叫Other 后来又叫Normal 但是有时候又把 Normal跟Other 所以为了真正 我还去写一些助教 好 总之 你就把这两个东西 当作一样东西就好了 好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CFS 我们这个讲座的重点 主指是讲CFS 但是呢 其实它在 在整个分裂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1234 算第四等的 好 就是说呢 在 我们的设计来讲话呢 会有这个 优先要去处理的 好 最最高最高的 就叫STOP 那这个STOP 是在一些 很系统特别的资讯 像我们稍后讲的 这个Test Migration 或者CPU 可以Hoprub 就是CPU可以 关掉 来重新加入 那这就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个叫No-Policy 就是 No-Policy 就是一定要做 一定要执行 然后它很特别的 这个就在SMP 但是如果说你是Unit Per Set 就没有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扣掉STOP 最强的就是这个 schedule schedule deadline 那这个就是 针对这种realtime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尽可能会把 绝大多数的一体资源 CPU资源 都给Dainline去做 以便确保 它可以再符合 这个Dainline的要求 然后再来是呢 就是啊 刚刚讲的这个 Long Robina跟FIFA 然后再来是 再来才是这个Fair 我们讲的CFS 是这一层的 好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又涉及到 Linus的那个 历史工业吧 就是因为 Linus發展到现在30年 但是他继承了 UNIS五十几年的 那个美好历史 好 那UNIS的五十几年的 美好历史呢 里面就包含一些神奇的东西 比方说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叫NICE 主要这个NICE的很奇妙 就是 NICE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呢 你要记住 有个东西叫 人善被人欺 然后呢 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男人不坏 男人不爱 不能讲女人 女人的话 我们这个讲座会被检举 所以只能讲 男人不坏 男人不爱 所以你看到 男人够坏的话呢 就会有男人爱他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优先权很高 然后这个 这个你看 好人就会被人善被人欺 所以 十九呢 是一个 好 很好的数字 对吧 就是一个 好到极点的数字 但是呢 他就被人欺负 所以他优先权低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 UNIS为什么干这件事呢 又是 你知道 因为有一句nice 是什么 叫做be nice be nice 不是be nice be nice to yourself 就是什么 就是 对人好 然后也是 对退 也是退让 所以这样 他其实不是字幕上的意思 就是我要好好对待你 对 你看 I wish you would be nice to your brother 对不对 就是说呢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对待你弟弟 换个角度讲就是 希望你可以退让 所以这个UNIS 你知道UNIS 这个恶趣味 都能这样讲 对不对 就是他明明有优先权 他偏要把他叫nice 然后呢 这个世界真的只有 少数的作业雄长得像正负德性的 那偏偏UNIS就这样 Linus又继承了UNIS美好传统 我刚才讲的 美好传统 然后 这就我刚才讲的 不见得是好的 但是他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 合理的 但是就是 就是一些 优秀的东西 优秀佳影 好 所以呢 这会有传统的nice值 然后呢 此外呢 为了支援realtime的priority 对不对 就是这个 long robin 跟first in first out 为了支援这样的话 又把realtime排过来 所以呢 他整个东西就扩动成这样 就是原本呢 就有nice值 就是-20到正19 然后呢 再加上realtime的排成 所以他就会有个0到99 然后直接是帅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0到99是这样排的 就是0呢 0 你看0到99这样子量 然后 所以呢 总共呢 会有几个等级呢 总共呢 就会有这个139个等级 有没有觉得很酷吧 然后很烦的地方就是这里 很烦的地方就是说呢 就是你看到 这边会有100到139 那100到139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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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 priority 就是dynamic priority 然后呢 然后如果说呢 从头到尾只是依据他的这个time size 那我们称为就是static priority 就是说我希望呢 我指定的时候呢 就会有希望他占用时间多 不然就占用时间少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的CFS 或是后面讲的这个 在CFS之前人家O1 schedule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范畴 也就是说 动态跟精态都有 就是动态的优先权 跟精态的优先权都有 那尤其动态优先权呢 是 算是 关键 就是说 因为这个 这个关键在于说呢 要能够去依据任务的形态 依据任务的类型 表现的行为 以及 对 normal user 就是一些end user 的期待 要做一些调整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关于到实作部分呢 那就 我们来请各位来参照 那个 我们这个 这个讲座的 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话 就会开始像画面中这样 会去探讨程式码 然后探讨程式码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探讨相关的眼镜 好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